她本是众人眼中的天才 年仅十六岁 便以逆天体制 修炼到天极境 又是昆仑界九大帝君明帝的独子 有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妻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一起修炼 她曾天真的以为 他们能这样永远幸福地在一起 然而就是这个她深爱的女人 却一刀刺穿了她的身体 她不敢相信地 看着眼前的池瑶 我视你为治安 你为什么要杀我 池瑶并未回答 她的意识慢慢消散 可当她再次醒来 已经是八百年后 灵魂重生在云武郡国 九王子的身上 这具身体从小体弱多病 是个出了名的废物 不能修炼任何功法 就在这时 一个妇人端着要走了进来 此人就是张若成的娘亲 本来对于重生后的她来说 灵妃只是个陌生人 但是这三天来 灵妃对她无微不至地关心 让这个上一世 从未见过母亲的张若成 感受到了母爱的温暖 就在她准备喝药时 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怒吼 你们想干什么 门外灵妃的侍女 正拦在八皇子身前 这里可是玉树宫 谁给你们的胆子 敢随意乱闯进来 谁知八皇子一拳 直接打飞了侍女 一个奴婢 也敢挡本王子的路 真是找死 灵妃赶紧出门查看情况 却看到自己的侍女 躺在地上 连忙扶起侍女 转身对八皇子冷声道 八皇子这里可是玉树宫 就算你是皇子 也不能乱闯吧 谁料八皇子得意地说道 王后有令 灵妃娘娘和九弟的寝宫 今日其改到紫衣片殿 今后玉树宫的主人 便是本王子的生母 萧妃娘娘 灵妃的脸上顿时没有了血色 王后这么快 就要赶我们母子 离开玉树宫了吗 好吧 明天我便和陈儿搬去偏殿 说完灵妃 扶着侍女就往后走 没想到 八皇子却不依不饶地说道 娘亲说了 她今晚就想入住玉树宫 请灵妃娘娘 现在就搬去偏殿 灵妃面露苦涩地哀求着八皇子 你也知道 你九弟体弱多病 这夜已深了 万一她受风寒可就不好了 八皇子冷笑道 这世上可怜的人多得去了 既然九弟体弱多病 那还活在世上干什么 灵妃瞪大双眼看着八皇子 没想到她能说出这种话 大声吼道 她可是你九弟啊 突然背后一个虚弱的声音传来 不用求他们 我们现在就搬走 灵妃转头一看 发现是张若晨赶紧上前搀扶 张若晨拉着娘亲的手温柔地说道 娘亲我们不需要 求任何人 迟早有一天我们会重新回到这里 她是众人眼中的天才 有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妻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然而就是这个她深爱的女人 却一刀刺穿了她的身体 当她再次醒来时 已经成了郡国最有名的废物 从小体弱多病 修炼不了任何功法 他们母子被人肆意欺辱 更是被人连夜赶进了偏殿 来到偏殿张若晨对灵妃说道 娘亲明天就是祭祀大典的日子 我一定会在大典上开启神武印记 成为一名武者 证明自己 所谓的神武印记就是神灵次给人类修炼武刀的资格 没有开启神武印记的人 就永远也修炼不出真气 无法成为天地之间的强者 而八王子在十岁的时候 就已经开启了神武印记 现在已经是黄极静后期的年轻武者 灵妃虽然嘴上没说什么 但心里却知道张若晨已十六岁了 依然没有开启神武印记 过了十六岁便几乎不可能再开启了 就算开启了也错过了修武的最佳时机 不可能有太大的成就 当灵妃准备离开时突然想起张若晨梦里一直喊的池瑶 于是问道 对了若晨 你之前在梦里一直喊的那位池瑶到底是谁啊 张若晨只能尴尬地说道 没什么 是您听错了 心里不禁暗暗想着 今后可千万不要直呼池瑶二字 哪怕是梦里也不行 毕竟那可是统一九国建立中央帝国 整个昆仑界的主宰 直呼女皇的名讳可是大不尽 一旦被有心人听到会被处死的 张若晨紧紧地捏了捏手指说道 今后绝对不会了 因为今后我将是他的噩梦 这个男人是别人眼中的废物 前世是个天资卓越的富二代 昆仑界九大帝君之子 有个貌美如花的未婚妻 然而就是这个他深爱的女人 却一刀刺死了他 当他再次醒来时 已经成了郡国最有名的废物 今天是祭祀大典的日子 无数少男少女都在等待着 在庆典中开启神武印记 也是张若晨最后开启神武印记的机会 要是错过今年 就永远无法开启印记 只能一辈子被人肆意欺辱 八王子背负着双手嘲笑道 九弟你都十六岁了 就算参加祭祀大典 也不可能获得神武印记 何必来丢人现眼 六王子站在八王子身边 冷着一张脸说道 都说龙生九子 各有不同 父王是何等英雄的人物 却生出你这个废物 十六岁了 连神武印记都没有开启 王族的脸都被你丢尽 你活在这世上干什么 为什么不去死呢 这些话虽然说得有些过 但却是在长几位王子的心声 帝王家的亲情 最是单薄 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张若晨死死地握着拳头 身体不停地颤抖 因为他心里清楚 一定要冷静 在自己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 任何的口舌之争 只会让别人更加地看清你 这块金石 是我前世十六岁成人里的时候 父王送的礼物 没想到随我一起 来到了八百年后的今天 就在这时 祭祀大典开始 随着国师一声令下 一粒粒星光 从天外飞落下来 落到一个六岁小男孩的眉心 与小男孩的身体 融为一体 化为一个赤红色的神武印记 人群中发出一声惊呼 薛都筒的柚子 才六岁就开启 神武印记了 将来前途无量 就在这时天空上 又飞来无数星光 落入一位少年 少女的眉心 化为一个个神武印记 眼看一世 张若晨暗暗想着 难道 我就彻底没有开启的希望了吗 这个男人 是别人眼中的废物 可前逝 却是昆仑界九大帝君之子 被自己的未婚妻一刀刺死 当他再次醒来时 已经成了 连神武印记 都无法开启的废物 可他并不甘心 来到祭祀大典 看着一个个的小孩 都开启了印记 马上一试 就要结束了 张若晨暗暗想着 难道我就彻底 没有开启的希望了吗 就在张若晨 以为自己 无法开启神武印记的时候 只见 被他紧捏在手中的白色金石 微微亮了一下 在祭祀结束前的最后一刹那 一粒星光 从天而降 落到张若晨的眉心 化为一个白色的圆形 神武印记 一股灼热的感觉 从眉心传来 随即传遍全身 开启了 张若晨 兴奋无比 终于开启了神武印记 很多人都以一种 不可置信的眼神 盯着张若晨 那不是九王子吗 他都十六岁了 而且体弱多病 居然还能开启神武印记 林妃向着张若晨看去 看到张若晨眉心的 神武印记之后 欣喜地流下眼泪 一把将张若晨紧紧抱住 若晨 你终于做到了 云武郡王身边的 一位老太监 走到张若晨的面前 笑盈盈地说道 恭喜林妃娘娘 恭喜九王子殿下 开启神武印记 王后让老奴 来请九王子殿下过去 她要亲自检测 九王子殿下 开启的神武印记的品级 听到这话 林妃脸上的笑容立即将注 有些紧张地 将张若晨护在身后 张若晨察觉到林妃的微妙变化 心中暗道 看来这个王后娘娘 不是个善人 给多加小心 这个男人是众人眼中的 郡国废物王子 别人都是几岁就开启的神武印记 他却足足用了十六年才开启 可他的前世 却是昆仑界九大帝君之子 被自己的未婚妻一刀刺死 当他再次醒来时 已经成了郡国的废物 就在林妃 为张若晨感到欣喜之时 却被王后传进宫里 他要亲自检测张若晨的印记评计 郡王在生死殿闭关 所以 这次祭祀大典由王后主持 在王后的命令下 国师翻遍古籍 也没有找到张若晨的印记评计 王后断定 张若晨的武神印记 没有评计 本周为王族节约资源的宗旨 便只给了他一份洗髓液 林妃的脸色一遍说道 王后娘娘 开启神武印记的第一年 是最重要的一年 当年七王子开启神武印记之后 一共得到十二份洗髓液 每个月都能洗髓一次 为何若晨只能得到一份呢 王后娘娘冷声地回到 七王子在三岁的时候 便开启七品神武印记 九王子岂能和七王子相比 八王子也在一旁献媚地说道 七哥可是王后娘娘的嫡子 继承了 王后娘娘的强大血脉 拥有七品神武印记 整个云武郡国谁人可以和七哥相比 将来云武郡国能不能更加兴盛 更加强大 全都记在七哥一人身上 本王子说一句不爱听的话 七哥的一根手指头 也比九弟的性命重要数百倍 根本没有可比性 林妃紧咬着唇齿 继续为张若晨争取 可是八王子开启神武印记的时候 也得到了四份洗髓液 王后十分不悦地说道 天赋越高 得到的资源越多 九王子的天赋最低 得到的资源自然越少 满联委屈的林妃 还想继续争取 王后已经不耐烦了 陈生说道 本后已经做出决定 林妃 你若再敢多说一句 信不信本后 让人将你再次拖出去杖泽 这个男人 是云武郡国的废物王子 就算开启了神武印记 还是被人瞧不起 林妃 你若再敢多说一句 信不信本后 让人将你再次拖出去杖泽 张若晨听到王后娘娘的话 豁然抬起头来 难道王后娘娘 曾经杖泽过娘亲 林妃听到 王后娘娘的话 浑身微微一颤 像是回忆起什么可怕的事 立即闭上了嘴巴 此刻 已经有人将一份洗水液送来 递到张若晨的手中 张若晨接过洗水液 走到林妃的身边 娘亲 我们回去吧 王后娘娘盯着张若晨和林妃 离去的背影说道 三个月之后 就是王族的岁末考核 九王子可一定要努力修炼 争取在三个月之内完成洗水充卖 成为一名真正的武者 到时候 大王也会出关 希望你能够带给他惊喜 随即又响起八王子不屑的声音 就算有三份洗水液 也不可能在三个月之内完成 洗水充卖 我都花费了半年时间才做到 以九地的资质 估计要花费一年以上 才有机会 哈哈 张若晨并没有回头 而是握紧了拳头 心中的意念十分坚定 你们就等着瞧吧 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 回到偏殿 张若晨便迫不及待地关上房门 立即修炼起来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神武印记 但是 既然拥有了神武印记 就肯定可以修炼出真气 修炼第一步 开辟气池 这具身体果然很弱小 竟然只是开辟出鸡蛋大小的一个气池 能够容纳的真气太少了 罢了 修为提升气池就会扩大 还是先洗水充卖 开辟出我的专属修炼经脉吧 张若晨取出 那只装着洗水液的小玉瓶 确定是真的洗水液之后 直接将整瓶洗水液倒进嘴里 一瞬间 就像有一团火焰 在体内燃烧 一丝丝火焰钻进张若晨的全身的每一处经脉 就是这个时 九天明帝经第一层 巨大的能量 疯狂在体内冲撞 眼见快要把张若晨的身体撕裂 这个男人本是仙剑的富二代 却一刀被自己的未婚妻捅死 重生后 成了整个郡国有名的废物 被所有人嘲笑唾骂 幸好他找到了快速恢复 修为的方法 必须在三个月内达到黄极进后期 岁末考核里 一定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九天 明帝经第一层 巨大的能量 疯狂在体内冲撞 眼见快要把张若晨的身体撕裂 若是别的人 遇到这样的情况 肯定已经冲脉失败 但张若晨却紧咬牙齿 以强大意志力坚持下来 突然哼的一声巨响 从体内传来 经脉瞬间被拓宽了不少 成功了 洗水冲脉成功 现在应该有黄极进初期的修为 五道修炼 从上至下分为天极进 地极进 玄极进 黄极进 每个大境界又分为七个小境界 分为是初期 中期 后期 小极位 中极位 大极位 大圆满 黄极进时期 主要开辟经脉 使肉身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 每提升一个小境界 力量就会增强一大截 黄极进后期的舞者 大多都能修炼出一牛之力 突破黄极进后期 就能达到黄极进小极位 立即就能拥有四牛之力 力量翻了四倍 岁末考核在即 张若晨 必须在三个月内达到黄极进后期 就算不为自己 也为了娘亲夺回属于她的尊严 接下来 继续修炼前世的高级心法 只见张若晨 盘西坐下 闭上双眼 眉心的神武印记打开 真气从气池中流出 沿着开辟出来的那条经脉 流转全身 随着体内真气的运行 张若晨的身体 就像是化为一个漩涡 开始缓缓地吸收天地之间的灵气 整整修炼了九个周天 居然才增加了这么一点真气 骇骂 若是能够得到一枚灵精就好了 若是能得到一枚灵精 修炼速度还能更快一倍 张若晨突然灵机一动 从口袋掏出随身携带的白色精石 这会不会是一块灵精呢 这个男子前世是昆仑界 九大帝君的独子 年仅十六岁 就修炼到天极静大圆满 可现在居然被一块石头吸了进去 只见他体内真气运转 眉心的神武印记 立即浮现出来 化为一个硬币大小的圆形光玉 一道白色的真气 从眉心射出 积在白色精石上面 白色精石的表面 浮现出四个古老的文字 太古怪了 虽然从没见过这种文字 但却能明白他的意思 就在张若晨还十分不解的时候 时空精石的表面浮现出一团光玉 化为一个漩涡 漩涡不断变大 包裹着张若晨的身体 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下一刻他便重重地摔落在地上 幸好他完成了洗水充脉 达到黄极静初期 身体增强了不少 若是以他以前脆弱的身体 摔着一下 估计早就已经摔死了 张若晨从地上爬起来 环顾了下四周 这个空间是完全密闭的 整个空间中 只有一座石台 石台上面放着一幅 卷起来的画和一本铁书 张若晨率先去拿那幅画 但是那幅画却沉重无比 像是和石台连成一体 无论张若晨使用多大的力量 画卷依然纹丝不动 既然拿不起画卷 只能暂时放弃 然后将目光盯向那一本 薄薄的银色铁书 这一次张若晨有所准备 将真气运转全身 将全身的力量都调动起来 将石空秘点的第一页翻开 这么容易吗 石空秘点的第一页 上面记载的 并不是什么修炼秘点 而是石空金石上一代主人 须弥圣僧的笔录 原来自己开启的神武印记 竟然是石空神武印记 根据须弥圣僧所说 从古至今 算上我也只有三个人 开启了石空神武印记 而这位圣僧 早在十多万年前的中古时代 就已经死去 根据他在石空秘点上面记录 张若晨现在所处的空间 就是石空金石的那空间 这片空间的时间流速 和外面完全不同 内部空间中过三天 相当于外界的一天 这也就意味张若晨 比别人凭空多出三倍的修炼时间 就当张若晨准备继续翻开下一页 却怎么也翻不开 这个男人 是个连自己母亲都保护不了的废物 母亲为了他给人下跪求情 就当张若晨准备继续翻开下一页 却怎么也翻不开 忽然看到 第一页的最后一排 还有一行小字 修炼到黄极静小极 将真气注入画卷 方可将画卷打开 看来要努力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到小极 张若晨再次将目光盯向那一幅画卷 心中猜测 画卷中肯定记录了某种神秘的功法 说不定就与修炼时间和空间有关 努力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到小极位 倒要看谈画卷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有了时空精石 他就有更大的把握 在三个月内修炼到黄极静后期 所以无必急于一时 好饿 成为舞者之后 这些寻常人吃的饭菜 已经无法让我吃饱了 张若晨的腹中传来一股饥饿感 便立即从事空精石的那空间暂时退出去 再次回到他的房间 林飞对张若晨说道 若晨 娘亲听说开启神武印记的舞者 都服用血单来冲击舰体 这十枚血单你先收下 若是不够 娘亲在想别的办法 林飞将一只玉瓶取出来 递给张若晨 张若晨根本没有想到林飞居然能够 拿出十枚血单 有些疑惑地问道 娘亲 五枚银币才能买到一枚血单 十枚血单就是五十枚银币 你哪里来那么多钱啊 这时 林飞侍女小云站在林飞的身后轻声说道 娘娘是将最喜爱的布瑶金拆卖了 才去单时兑换了十枚血单 林飞轻轻地瞪了侍女一眼 随后又道若晨你别多想 只要你能够修炼成一位真正的武者 娘亲就算将所有饰品全部卖掉 也会支持你修炼下去 张若晨的心中无比敢动 紧紧地捏着手中的玉瓶 娘亲 放心吧 我一定会尽快修炼成为一名强者 用我自己的力量来保护你 心里也暗暗想着 现在还不能告诉娘亲 自己已经成为了武者 如此惊人的修炼速度 若是走漏了消息 反而会害了我们母子 这个男人前世是九大帝君唯一的儿子 妥妥的富二代 而这一世虽然开启了神武印记 却是个连武功秘籍都买不起的废物 林飞望着张若晨离开的背影 苦涩地点了点头说道 由于现在王后百世朝政 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去藏书殿 领取修炼功法和武技 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 还没等林飞说完 侍女就已经猜到 是要去求林家人 可是三年前 娘娘已经和林家彻底闹翻 他们会给九王子殿下修炼功法吗 林飞低头流着眼泪说道 只要他们愿意给若晨修炼功法 就算要我跪在地上认错 我也一样可以跪的 随后带着张若晨来到林家 林家一派大家族风范 可是娘亲为何得不到家族的支持 在郡王府中处处受到别的王妃欺凌 这其中必有隐情 突然林飞对张若晨说道 若晨 你肯定早就想要见宁山了吧 现在你也开启了神武印记 一定和他有话聊 你可要加油呀 这个宁山究竟是谁 总觉得娘亲和云儿姐姐的态度都怪怪的 在林飞的带领下 张若晨和小云一起走进林府 王妃回到家族 理论上是应该受到隆重的接迎 但是将林飞和张若晨迎进大门的 仅仅只是一个年长的管家 小云转头对张若晨说道 九王子 你不去见宁山吗 他现在应该就在阎舞场 林家的那些年轻子弟 应该都在那里修炼 张若晨点了点头 心里暗暗想着 那个叫做宁山的女子到底是谁 为什么小云和林飞不断地提起她 去见一见 应该也无妨 来到林家的阎舞场 张若晨的目光 盯在了一个身材纤细的少女身上 只见那少女看上去 也就只有十四五岁 手持一柄 散发着淡淡星光的宝剑 无数剑气环绕在她的身体周围 跟随着她的步伐游走 天若惊鸿 宛若游荣 这剑法简直精妙到了极点 张若晨心头暗道 真气外放 剑随心走 她的五道修为 至少也达到了黄极镜中即位 比八王子强大太多了 这个男人 是个连自己母亲都保护不了的废物 母亲为了她给人下跪求情 她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张若晨刚到阎舞场 人群中就有人注意到了她的出现 随后议论纷纷 那不是九王子吗 十六岁才开启神武印记 能有什么作为 还敢来找宁山妹妹 真是恬不知耻 据说那位九王子 一直都暗恋宁山妹妹 若是她听说宁山和七王子殿下就要订婚 会是什么表情 宁山妹妹和七王子才是真正的郎才女貌 她九王子是什么臭鱼烂虾 林家的那些年轻舞者全部都停下修炼 盯着站在阎舞场外的张若晨 议论纷纷 另一边的林家主听完林飞的请求 猛的一开桌子 现在来跟我讲情分 来求我这个兄长 三年前我去郡王府求你 你怎么不看在陈玉士 你的亲外生的情分上救她 林飞刚想张口解释 林家主却打断了她 别说了你走吧 林家和你早就已经恩断一绝 林飞满了一下跪在了地上 哭着祈求道 大哥 你就如此绝情吗 我要见爹 林家主冷声说道 爹去了天魔里 你是见不到她的 还有林山和七王子殿下就要订婚了 叫你那个废物儿子 以后离林山远一点 林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明知道 若晨一直喜欢宁山 他若是知道 宁山和七王子订婚 会何等的伤心 再说 怎么会是七王子 林家主回道 七王子天资惊艳 将来定会继承大统 宁山与七王子联姻 对我们林家 好处无穷 听到这话林飞开口说道 宁山也愿意与七王子订婚吗 为了家族利益的结合 他真的会幸福吗 林家主得意地笑道 你错了 这就是宁山自己的决定 另一边的宁山也停止了练剑 禁止走到了张若晨的面前 看了看张若晨单薄的身体说道 表哥 好久不见 听说 你也开启了神武印记 原来在很小的时候 宁山和张若晨 还是很好的玩伴 算得上是青梅竹马 但是后来宁山开启了神武印记 大多数的时间 便花费在修炼上面 与张若晨越来越疏远 堂堂明帝之子重生后 居然被视为臭鱼烂虾 就连自己青梅竹马的表妹 也看不起他 现在的张若晨 可以说是第一次见到宁山 对他并没有什么感觉 所以谦虚地回了一句 的确是开启了神武印记 不过王后娘娘说 只是没有品级的神武印记 自然是不能和表妹的神武印记 相提并论 宁山点了点头 养着下巴高的说道 你毕竟已经16岁了 能够开启神武印记 也算是上天对你的恩赐 今后一定要努力修炼 虽然不能成为武道强者 但是至少可以强身健体 不用常年握在病床上 对你来说 至少可以做一个正常人了 张若晨 微微地皱了皱眉说道 我今后一定会努力修炼 争取追上表妹你的修为 宁山自然知道张若晨喜欢他 听到张若晨的话 以为张若晨依旧不死心 还想继续追求他 于是开口说道 表哥我的修为 已经达到黄极境中极境 离大极境也只有一步之遥 以你的资质 估计一生也修炼不到中极境 对你现在来说 最应该做的就是脚踏实地的修炼 不要盲目地追求一些 不该追求的东西 张若晨的眉头皱得更深 宁山有些同情地 看了张若晨一眼又说道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 希望你不要太伤心 三个月之后 等到郡王出关 我和七王子殿下应该就要订婚了 林家的那些年轻舞者 全部将目光盯向张若晨 这一下可有好戏看了 只见张若晨淡淡地说道 那就恭喜表妹 今后我们也算得上是亲上加亲了 说完这话便转身离开 刚走出炎舞场就看见林飞 从林府内院走了出来 林飞的双眼有些发红 显然是刚刚哭过 张若晨立即迎了上去 关切地问道 娘亲你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林飞摇了摇头说道 没事 我们回去吧 这时林家主带着婢女走了出来 手里拿着一份功法跟林飞母子说道 这套法诀给你拿去吧 虽不是什么高深的功法 至少能完成洗水充满 对你来说应该够用啊 你的身上毕竟也有我们林家的血脉 这两份洗水液也一并拿去 林飞赶忙对张若晨说道 还不快谢谢舅舅 此刻的张若晨终于明白 为什么 娘亲刚刚哭过 她是为了给我求一本功法 肯定受尽了林家的羞辱 张若晨拉着母亲 转身大步离开嘴里说道 不用他们林家人施舍 梁亲我们走 周围人都像看好戏一样 看着林飞母子 真是给脸不要脸 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 重生后的冥帝之子到底有多厉害 随手就能画出一本修炼功法 没想到张若晨还要将此功法 送进拍卖回拍卖 回到云武王宫 现在首要目标是冲击黄极境中期 必须服用洗水液 可是一份洗水液至少要200银币 我上哪里去弄这么大一笔钱呢 思考了半天 突然张若晨终于想到一个主意 要知道 他上一世可是冥帝之子 翻阅过很多高品级的功法和武技 全部都记在脑海中 随便拿出一本修炼功法和修炼武技 也能卖出天价 九天冥帝经在整个昆仑界 是神功宝典级别的东西 自然不可能拿出来贩卖 他的记忆中 还有别的一些低品级的功法和武技 随便拿出一本 在云武郡国也能造成不小的轰动 张若晨立即找来纸张和笔墨 将一套灵级武技天心剑法默写了下来 到了夜晚 张若晨披上黑色斗篷来到武士 刚刚走进拍卖场 一个侍女便迎了上来 看到张若晨的那一副神秘的装束 十分礼貌地问道 先生 你需要什么帮助吗 张若晨 稍微将自己的声音改变了一些 颇为沉浑地说道 我要见你们忠心拍卖场的大直视 没过多久 那位侍女便带领着一位 穿着滑柜衣袍的老者走了出来 只向张若晨的方向说道 大直视 就是那人 大直视远远地向着 穿着黑色斗篷衣的张若晨 看了一眼 目光定格在张若晨的脚上 张若晨脚上穿的靴子 只有王宫中的人才有资格穿 大直视立即变得恭敬起来 将张若晨当成了宫里的大人物 走到张若晨面前低声说道 大人 这边请 登上中心拍卖场的第三层 张若晨四平八稳地 坐在最上方 接过侍女递过来的茶杯 用这一种上位者的口吻说道 我这里有一样宝贝 想要寄放到中心拍卖场拍卖 将你们最顶级的鉴定师叫过来 帮我鉴定一下 重生后的冥帝之子 到底有多好横 随手就买下 二十份洗髓液和两百枚血丹 登上中心拍卖场 一位秃头的老者走了进来 张若晨的手伸进衣袖 在时空金石上面一摸 将天心剑法取了出来 递给了那位秃头老者 我要拍卖的 就是这一卷 灵极下品的剑法 首席鉴定师刚刚接过天心剑法 立即将卷在一起的纸张展开 仔细研究起来 首席鉴定师和大职士 都是舞蹈高手 很快就鉴定出结果 同时点了点头 的确是灵极下品的剑法 既然如此 起拍价就定为二十万银币 但拍卖成功后 买主会对剑招和口诀进行检阅 若有差池拍卖结果 便不作数 张若晨点了点头说道 一切都按拍卖场的规矩办 几个时辰后 拍卖会结束 侍女前来禀告 在各大家族的争夺中 天心剑法的价格 被抬高到一百二十四万枚银币 最终被林家主夺到手 张若晨听到这个结果之后 也微微诧异了一下 居然是林家 没过多久 在大职士的带领下 林家家主还有林明山 从外面走了进来 大职士微微恭身脸上 带着笑意说道 林家主 这位大人就是天心剑法的主人 林凤仙的目光 落在了张若晨的脚上 果真是皇族的香精靴 难道是王宫里的大人物 随后 微微拱手地说道 在下林家家主林凤仙 不知大人如何称呼 张若晨干咳了两声 声音变得沉浑地说道 你们无需知道我的名讳 这是天心剑法的口诀 和剑招图示 林家主拿过去检阅一番马 说话间 张若晨 从衣袖中将口诀和剑招图示 取出来 放到了桌上 他将天心剑法的剑招图示展开 只见纸张上面刻画着十二幅小人图 没错 的确是灵级下品的剑法 而且 还是一位强大的天机镜 前辈亲手画出的剑招图示 买到这一种灵级下品的剑法 林家的底蕴 又能增加一大截 随后又开口说道 这套剑法在灵级下品的5G中 绝对属于顶尖级别 多谢大人歌爱 我们就先告辞了 离开中心拍卖场 张若晨便走进了丹药店 掌柜的 给我来二十份洗髓液 两百枚雪丹 再来点炼提散和聚齐丹 现在对于财大气粗的张若晨来说 只要能够快速提升修为 花费再多银币都值得 临走时还 给小云让买了金骨断续糕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能让原本亲如手足的亲兄妹反目成仇 回到王宫 张若晨 取出一只精致的盒子 递给了小云 云儿姐姐 这是我给你买的金骨断续糕 肯定能够让你的手臂快些好起来 小云微微震惊了片刻 随后问道 九王子殿下 你哪里来的银币购买金骨断续糕 张若晨笑了笑说道 云儿姐姐 我有一些秘密 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希望你也能为我保守秘密 不要告诉娘亲 云儿紧紧的捏着手中的盒子 犹豫了下回道 好吧 我答应你 同时心里也暗暗想着 九王子殿下说不定有了大纪元 将来也许也能成为武道强者 随后张若晨又问道 有一件事 我一直想不明白 希望云儿姐姐能够告诉我真相 既然娘亲是林家家主的亲妹妹 为何娘亲会和林家断绝关系 三年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云儿叹了一声回道 因为九王子殿下一直体弱多病 受不得刺激 所以这件事就被隐瞒了下来 既然九王子殿下 现在开启了神武印记 那我就告诉你吧 你应该还记得 林家的第一天才林晨玉 他是你的表哥 年仅17岁 便修炼到皇级静大圆满 但就在三年前 林晨玉得罪了另一位更了不起的天才 被打断了双腿 关进了天牢 张若晨不禁暗暗地想着 到底是什么了不起的天才 竟敢把林家的天才关进大牢 云儿又接着说道 他得罪的是七王子殿下 林晨玉被关进天牢后 家主立刻进宫求林妃娘娘 向郡王求情 娘娘听后 马上去求见郡王 却被王后拦住 两个人还因此发生了争执 王后一怒之下 便命人仗责了林妃娘娘三十棍 仗责结束 娘娘已经奄奄一息 听到这里 张若晨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说道 那郡王居然不管不问吗 重生后的张若晨修炼有多变态 不但把丹药当花生米吃 洗水夜一口气直接干掉十几瓶 七王子殿下可是天资最高的一位 深受郡王的喜爱 郡王查明了真相 都是林晨玉的错 因此郡王大怒 觉得娘娘不明事理 可林家却不理解 他们不敢得罪七王子和王后 只会朝着娘娘发泄 从此便不再认娘娘是林家人 那林晨玉被处死了吗 云儿摇了摇头 没有 七王子殿下哪那么容易放过他 林晨玉被处以攻刑 变成了太监 被七王子殿下说为奴仆 听到这里张若晨瞪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 林家的第一天才 却变成了太监 还成为敌人的奴仆 这对林家来说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云儿接着说道 我十分不能理解 既然林家受了如此大的屈辱 为何林家的家主 还要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七王子呢 张若晨解释道 林家想要在云武郡国立足 肯定要和七王子修复关系 联姻既是最好的办法 林家和七王子的关系 估计没有那么敌对 说不定林宁山和七王子的联姻 就是林晨玉一手促成 不过这一切都是我瞎猜的 之后便告别了小云 回到自己的房间 张若晨立即进入 时空晶石的那空间 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没有强大的力量 根本就无法立足 也得不到公平的待遇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一定要在今晚 开辟出第三条经脉 冲击黄极境中期 借助曾经的修炼经验 张若晨很快就开辟了第二条经脉 体内真奇的运行速度提升了一倍 气池并没有扩大 没有突破黄极境中期 看来还要再开辟出一条经脉才行 别的那些修饰 开辟出一条新的经脉之后 一般都要调养一个月到三个月 增加经脉的韧性和活性 才会继续开辟下一条经脉 可是张若晨却等不到一个月之后 他现在就要开辟第三条经脉 冲击黄极境中期 为了冲击黄极境后期 张若晨究竟有多拼命 只见张若晨的手中 捏着一枚灵精 一边吸收灵精中的灵气 一边调动体内的全部真气 猛然地向着第三条经脉冲击过去 轰一声 张若晨的眉心处发出一声闷响 第三条经脉开辟成功 将真气池修满 才能继续冲击黄极境后期 张若晨将聚气丹吞进嘴里 聚气丹在体内炸开 化为一团狂暴的丹气 三条经脉以最快的速度吸收丹气 在体内运行 不过有七成的药力都浪费了 很快就发现 现在的经脉根本没有办法承受 黄极境后期的灵力 必须要用药域拓宽经脉才行 经过一段时间的浸泡 一股剧痛从皮肤表面传来 表层皮肤开始脱落 面对巨大的痛苦 张若晨依旧盘坐在水桶里 平心静气 调动体内的真气 在三条经脉中运行 真气每运行一圈 那一股疼痛就会减弱几分 一个时辰后 身体果然强大了几分 要预真的有效 脆体的效果也很显著 看来今晚可以准备冲击黄极境后期了 就在这时云儿敲门进来 按照张若晨的吩咐 云儿已经把林飞所典当的手势 全部赎回了 还吩咐云儿以后 娘亲再去典当 都让她悄悄赎回来 云儿有些犹豫的问道 可是 要不要告诉娘娘真相 若是她知道 你现在已经是一名真正的舞者 肯定会十分高兴 可张若晨却说 她想在岁末考核的时候 给林飞一个惊喜 云儿走出张若晨的房间之后 张若晨 立即进入时空惊识的那空间 想要突破到黄极境后期 必须一口气开辟出三条经脉 可是第六条经脉 就差一小节 若是真气中断 那么便全攻进气 于是张若晨 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以极快的速度 将一枚聚气丹附近嘴里 只听轰的一声 聚气丹的丹气 在体内猛然炸开 张若晨 立即一心二用 一边利用已经开辟出来的五条经脉 吸收单气 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真气 搬运到气池 另一头 小心翼翼地控制真气 继续冲击第六条经脉 没想到在一心二用的情况下 竟然成功了 第六条经脉 开辟成功 眉心的气池 散发出一圈白色的光滑 容量再次扩大 黄极境后期突破了 她睁开双目 一双瞳孔变得无比明亮 简直就像是两颗璀璨的寒星 此刻 已经是深夜 空气中 飘着一片片鹅毛般的雪花 纷纷落下 整个院落都覆盖上一层银霜 云儿听到身后的开门声 立即站起身 向着从里面走出来的张若晨看去 欣喜地说道 九王子殿下 你成功了 张若晨并没有回答 而是对着地面使出一招 悲龙在天 直接把地面轰得粉碎 云儿看着张若晨 九王子 你真的成功了 此刻云儿的心中说不出的激动 竟然有一种 想要哭出来的感觉 殿下或许比七王子殿下 更有五道天赋 没想到拍卖行里 居然有这么好看的小姐姐 可这个小姐姐 已经找了无数个男人了 并且所有男人都死在了洞房花竹叶 而张若晨现在就要去见她 这家店铺开在十字路口 在单市中 属于排名前三的大铺 过往的舞者大多都会进来看一看 一位嘴角边长的颗黑质的老者 不知什么时候走到张若晨的身后 笑眯眯的问道 这位公子你是要购买聚齐单吗 张若晨心头微微一惊 转身向那老者深深的看了一眼 那位老者笑了笑 自我介绍到老朽将莫汉林 乃是这一家单铺的掌柜 张若晨点了点头说道 原来是掌柜的 我要购买五十枚聚齐单 三十份链题材 不知道清玄阁有没有足够多的存量 莫汉林的心头微微一惊 好大一笔单子 只有那些大家族 才会一次性购买如此多的修炼资源 单个舞者购买这么多单药 太少见了 聚齐单和练体伞都不是便宜的东西 寻常舞者根本买不起 随后开口说道 若是张少爷去别家 说不定真的买不到这么多单药 但我们清玄阁正好有一批聚齐单和练体伞 绝对能够满足张少爷的需求 莫汉林取出一个算盘 噼里啪啦的拨弄一番 嘴角微微一笑说道 五张少爷一次性采购如此大的分量 自然有一定的优惠 你就付七万二千枚银币吧 张若晨笑道 掌柜的 你真是一个爽快人 今后购买单药 我都在你这里买了 掌柜的见张若晨 还在四处查看说道 不知道 你还购不购买别的东西 我要购买的东西 掌柜的 你这里肯定没有卖 难道张少爷是要买一件衬手的兵器 张若晨对这位掌柜的更加高看起分 因为他正是在找一件兵器 这样吧 我们清玄阁在气势也有分店 我让这个小伙计带你过去 伙计听到这话 使劲地摇头说道 不去 我才不要见老板娘 老板娘能够勾走男人的魂 见到他就死定了 掌柜的气急败坏 粗声说道 你若是不去 这个月就不发给你聚气单了 张若晨点了点头 跟着伙计 向着气势行走去 走在大街上 伙计低声地和张若晨说道 你真的要去老板娘那里买兵器 老板娘可是能够勾走男人的魂 张若晨好奇地问道 难道老板娘长得十分漂亮吗 老板娘简直是国色天香 性感妖娆 一个眼神盯过来 就让人的小心脏扑通扑通地跳 看他一眼都会让人脸红心乱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老板娘已经嫁过了七位老板 而且这七位老板都死在了洞房花竹叶 老板娘把他们的产业全接手了 我家墨掌柜 也只是给他打工而已 老板娘简直就是 勾魂使者转世的狐狸精 任何男人见了 他都很难活过三天 这个老板娘已经嫁了七位老板了 并且七位老板都死在了洞房花竹叶 老板娘把他们的产业全接手了 我家墨掌柜 也只是给他打工而已 老板娘简直就是 勾魂使者转世的狐狸精 任何男人见了 他都很难活过三天 幸好我们都是男孩子 应该不会被他勾走 来到弃室那院中 一位侍女 走进全市白色漫障的凉亭工身说道 老板娘 墨汉林介绍 来了一位买家 他希望你能亲自见一见 只见那个女子 穿着大红色的绣缝长裙 坐在凉亭的中央 发际高攀 头发中插着一根金色的簪子 长着一双明亮的眼睛 飞红的嘴唇 吹弹可破的肌肤 她就是清玄阁的老板娘 秦雅 只见眼眸微微的上翘笑道 墨汉林介绍来的买家 难道是某个宗门的长老 又或者是某个家族的家主 还是算了吧 今天 我有些倦了 就不见了 侍女摇了摇头回道 都不是 只是一个 看起来只有十六七岁的少年 秦雅眼神一转说道 听起来挺有趣 我突然又不倦了 叫那小子去那厅吧 张若晨 坐在贵宾室中 捧着只琉璃雕琢的茶杯 显得十分平静 在耐心地等待片刻之后 外面传来脚步上 这位就是我清玄阁的贵客 张少爷吧 您打算购买一件什么样的冰鞋 奴家心里 也得有个数嘛 与此同时 张若晨 也向秦雅看了一眼 打量着对方 心头生出几分惊艳 果然是一个妖艳动人的女子 恐怕十个男人中 就有九个会栽在她的手中 幸好张若晨的精神力强大 受到的影响并不大 开门见山的和老板娘说道 要一把剑 一把最好的真无宝剑 张若晨闻到一股淡淡的迷人幽香 格外让人迷醉 秦雅 第一次见到 有男人能够在她的面前保持平静 况且 对方还只是一个少年 少年的心性是最弱的时候 张若晨的眼神清澈 没有一丝邪念 她一面果然厉害 一般的少年 哪有如此坚定的精神力 秦雅点了点头 觉得张若晨更加有趣 开普说道 奴家的兵器库里面 的确有不少真无宝器级别的剑 既然张少爷是清玄格的贵客 奴家便亲自带张少爷去兵器库 看着张若晨 跟着秦雅走进兵器库的大门 伙计摇头叹息了一声 与老板娘单独进入兵器库的买家 只要是男人 就没有一个 能够完整地从兵器库中走出来 张公子怕是也凶多吉少了 这个美艳的老板娘 已经嫁过七个老板 无一例外 那七个老板都死在了洞房花烛夜 所有的男人只要看他一眼 都会为他疯狂 只见老板娘 带着张若晨向兵器库走去 一旁的伙计 已经被吓得直冒冷汗 与老板娘单独进入兵器库的男人 没有一个能够完整地从里面走出来 张公子怕不是也凶多吉少了 张若晨跟着老板娘 到了兵器库 老板娘十分热情地说道 张少爷 这里的剑 您可以随意挑选 如有中意之物 尽管开口 张若晨点头 表示感谢 突然他发现一旁 有一把他十分熟悉的兵器 这是陈渊 这把剑正是张若晨前世的配件 老板娘见他对这件如此感兴趣 上前说道 张少爷真是好眼力 这是一柄有近千年历史的古剑 沉重无比锋利异常 材料也十分特殊 至今也没有剑宝师能够鉴定出 他是用什么锻造而成 张少爷若是要买 慕家便以一阶真无宝器的价格卖给你 一千枚银币 怎么样 张若晨丝毫没有犹豫地回道 买了 就要这把 张若晨看着手中的断剑 心中胆慨万千 这是八百年前 池瑶送给我的配件 人亡剑也亡 既然我重活一世 云剑也该重生了 陈渊 我会让你洗尽千华 重现光芒 老板娘见张若晨一直痴痴地看着那把剑 对他不闻不问 十分不满 难道一柄断剑 比我更好看 突然老板娘一把抱住张若晨 张少爷 你就只买这一柄断剑吗 就不想再要点别的吗 老板娘一把抱住张若晨 张少爷 你就只买这一柄断剑吗 就不想再要点别的吗 张若晨感觉情况有些不对 立马岔开话题 指着一把剑问道 老板娘这把剑 是几节真物宝器 这把闪魂剑是四节真物 价格吗 三万没银币就行了 张若晨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买了 不能再和老板娘 单独待在一起了 太危险了 我也遭不住 张若晨拿着两柄剑 赶紧逃了出去 老板娘看着他逃跑的身影 笑道 逃得倒是挺快 哈哈 姐姐的手掌心又启示 你能逃得出去的 看来今后有的玩了 张若晨刚跑出去 就撞见了来买兵器的八王子 八王子转头 对张若晨说道 你不好好修炼 来这里干嘛 这个废物 该不会给老板娘 当小白脸了吧 你要是敢做丢人的事 本王子就替父王打断你的腿 此时 老板娘也走了出来冷声说道 八王子殿下 这里是清玄阁不是王宫 九王子殿下是我的贵客 若是你对他出手 奴家可是要管的 八王子 见老板娘如此说话 更加证实了他心中丑恶的想法 咬牙切齿地看着张若晨 王族的脸都被他丢尽了 此时的张若晨 也感觉莫名其妙 一个两个看我的眼神 都太奇怪 算了 还是走为上纪吧 赶紧抱着剑夺门而逃 老板娘看着他的背影 大声说道 九王子殿下 今后常来 奴家肯定好好地招待你 如果你的父亲 任由别人肆意欺辱你的母亲 却不闻不问 你还会叫他父亲吗 自从上次买了丹药和武器后 张若晨就在时空惊世里 闭关修炼了半年 他也在这半年里 突破了黄极静小极位 爆发力也达到了十六牛之力 在剑术上的造诣 已经达到了剑随星走 就连天心剑中的防御力 都足以抵御黄极静 八王子也突破了黄极静小极 这么拼命的修炼 都只是为了今天的岁末考核 此时云武郡王已经出关 张若晨换上黄蟒袍 来到大殿拜见大王 只见张若晨抖了抖衣袖 向着前方走去 向着坐在上方的郡王看了一眼 拱手一拜说道 拜见大王 听到张若晨对郡王的称呼 在场所有人全部惊住 九王子也幸灾乐祸 这小子是在自找倒霉 这下有好戏看了 郡王大怒 你叫我大王 此时王后也开始火上浇油 九王子 你好大的胆子 你是不想认你的父王了吗 林妃心惊胆战立即 跪在地上急忙解释道 大王 若晨肯定是一时疏忽 才会叫错 张若晨浊然而立 目光如炬的盯着云武郡王 开朵说道 我没有叫错 为人父者必能教其子 请问大王 我从小体弱多病 作为父亲你教过我什么 为人父者请问大王 我和娘亲在寒冬深夜 被赶出居住的地方 被迫搬去偏殿 请问道义何在 既然不能为人父 又不能为人父 敢问一句 我叫一声大王 难道有错吗 第一次 有人敢以如此口吻 对云武郡王说话 周围已经下跪了一大片 那些宫女和太监跪在地上 全部颤抖不已 此刻 云武郡王的脸色 十分冷沉 向着坐在旁边的王后看了一眼 沉生说道 谁下的命令 是谁将他们赶去偏殿呢 王后依旧平静地坐在那里 目光向八王子和萧妃 冷冷地盯了一眼 虽然是王后的命令 可这锅只有萧妃来背了 只见八王子和萧妃 立即跪在地上 浑身发软 冷汗不停从额头冒出 萧妃有些发颤地回道 是臣妾 云武郡王冷哼一声 是你一个人吗 萧妃向着旁边的八王子看了一眼 紧咬着牙齿说道 只有臣妾一个人 既然你想要一个人 把责任担下来 那么今后 你便一个人去紫衣偏殿居住吧 随后郡王又把目光看向张若晨 没想到郡王 没有责罚张若晨 还魄力原谅了他 随后又开口说道 你要不要参加岁末考核 张若晨斩钉截铁地回道 当然参加 郡王大笑了一声说道 哈哈 不愧是本王的子孙 郡王处理了这段家事后 在国师的宣布下 岁末考核也即将开始 虽然张若晨对老板娘避之不及 可老板娘对张若晨兴趣可是不小 王公往年给清雅阁送的邀请函 他都从没来过 可唯独今年他却来到了现场 九王子从前体弱多病 林妃失势 母子二人处境艰难 怎么会突然有那么大一笔 前来清玄阁购买修炼资源 在秦雅看来 这位被众人瞧不起的九王子 简直全身都是迷 让他琢磨不透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打算亲自去观理岁末考核 想要看一看张若晨的身上 到底还隐藏了多少秘密 很快五考开始了 第一轮考验力量 五场中 放着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黑色石盘 一共分为十个重量级 小郡主第一个走进五场 今年 他才仅仅只有六岁而已 一米高的个头 长得粉雕欲拙 乖巧可爱 小郡主静止走向第一块黑色石盘旁边 停下脚步 体内的蒸汽 在经脉中运转起来 他的双手扣住石盘的边缘 显得有些吃力 终究是将百斤中的石盘举起来 奋力将石盘扔了出去 石盘落到一米外的地面 小郡主四岁开启用神武印记 现在就能举起百斤石盘 真是了不得 按照年龄上场 很快就到了十五岁的林宁山 他直接掠过前面九块石盘 走到第十块石盘的面前 第十块石盘 重达一千斤 只见林宁山运转体内蒸汽 只用一只手 单手扣住比他的身体还要庞大的石盘 轻松将千斤中的石盘举过头顶 普通人根本无法想象 那么纤细的郊区 竟然能够承受如此可怕的重量 他才十五岁啊 林宁山的五指一扭 千斤中的石盘立即从掌心飞了出去 落到数十米开外的地面 天哪 太厉害了 林家又诞生了一位了不起的天才 坐在上方的云武郡王 也露出一丝惊叹的神色 开口说道 这是谁家的天才少女 王后对林宁山的表现十分满意 在一旁笑道 大王 她是林家家族的女儿 名叫林宁山 臣妾也觉得她十分优秀 有意想要让她和七王子订婚 原来是那个小丫头 本王对她倒是有些印象 以她的天资和家境 还是配得上七王子的 不过本王记得 她小时候和九王子是不错的玩伴 他们又是表兄妹 当初本王还和林家老爷子商量过 打算给他们订一门娃娃亲 可惜 发生了三年前那件事 订亲的事就不了了之了 王后又在一旁笑道 大王糊涂 以林宁山现在的天赋 又怎么可能看得上九王子 他们两人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将来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不如嫁给七王子做侧妃 巩固林家和王族的关系 接下来要进入五场的人 就是张若晨了 站在一旁的八王子 眼神阴冷一笑说道 九弟 你可要小心了 别被巨石压断了腰 王族五场的外围 一群舞者也在一旁讥笑九王子 他参加岁末考核 就是自取其辱 与其出来丢人 还不如就不来参加岁末考核 张若晨根本不理会 那些议论声 眼神显得十分平静 波澜不惊地向着五场中走去 张若晨走过去的时候 正是林宁山走回来的时候 林宁山深深地盯了张若晨一眼 摇头叹息道 表哥 你不该来的 以你的资质 不可能举起百金石盘 自己出丑 也让林妃娘娘和王族脸上无光 何必呢 张若晨眉头一皱回道 林宁山表妹 你的确很优秀 天资不错 可是也不能将别人贬得一文不值吧 林宁山眼眸中多了几分失望 你自己珍重吧 看待小时候的玩伴我才劝你的 你为何这么固执 一定要自取其辱 在万众瞩目下 张若晨走到第一块石盘面前 这时五场外 想起了一片笑声 已经十六岁 却只能选择第一块石盘来测试 还有比这更好笑的是吗 九王子到底还是那个窝囊废 这时坐在上面的秦雅 却不这么认为 心里暗暗想着 张若晨 你的本事应该不止这点吧 张若晨走到第一块石盘的面前 这时五场外 想起了一片笑声 已经十六岁 却只能选择第一块石盘来测试 还有比这更好笑的是吗 随后又见张若晨 走到第十块石盘的面前 停下脚步 这时下面又开始议论纷纷 什么 他想举第十块石盘 也太不自量力了吧 若是我没有记错 他三个月前才开启神武印记 八王子冷哼一声开口说道 以他的天资 就算修炼三十年 也不可能将千金石盘举起来 在众人的目光下 张若晨一脚踏在地面 一股澎湃的真气 从脚掌传到地下 戏浪以他的脚掌为中心 向着四面八方传去 在真气的震动下 那一块千金重的石盘 立即飞起一米多高 张若晨伸出一只手 动作行云流水 将直径三米的巨大石盘接住 以五根手指作为支撑 就像是端着一个碟子 轻松举过头顶 看到这一幕 整个王族五场的人都震惊不已 九王子真是不明则已 一名惊人 到底还是王族 果然不同凡响 一旁的八王子的脸色变得惨白 嘴唇有些颤抖地说道 这怎么可能 坐在上方的琴雅 看到这一幕 觉得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将真气化为波浪 震飞石盘 又借着波浪抵消坠落的冲击力 他对真气的精妙掌控力 甚至剩余很多 玄机进舞者 站在嫔妃中的林飞 整个人像是被闪电给劈了一下 眼中闪过一片晶莹 有些颤抖地说道 若晨 真的是我的若晨吗 林飞紧紧地抱住张若晨 痛哭失声起来 他等这一天 等得太久了 本以为 永远都不可能将这一天等来 没有想到 张若晨做到了 他终于成为了一位舞者 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 让所有人都不再嘲笑他 从今以后 再也没有人敢再欺负他们母子 这个男人 因为没有开启神武印记 被自己青梅竹马的玩伴抛弃 谁能想到多年的废物 还有一招崛起的时候 此时的林宁山 只觉得啪啪打脸 心里暗暗想着 他刚刚是故意 隐藏实力羞辱我的吗 随着第一轮考核结束 博师开始宣读第二轮考核规则 每个人有五支金雷剑 用于射杀一阶蛮兽 射杀的蛮兽的数量越多 力量越强成绩越优秀 一旁的九郡主 对张若晨说道 九弟狩猎 你可要小心了 我可是你的劲敌 他捂着嘴笑道 八王子非要学你举地十块石盘 还把脚砸伤了 休死人了 此时林宁山骑着马跑过来 和张若晨说道 表哥 力量考核是我的弱项 张若晨看他离去的背影 心中暗道 好戏终于开始了 几分钟后 张若晨骑着马 正在王山寻找猎物 突然一道白色的影子 从金草丛中闪过 那道白色影子 速度简直快的惊人 张若晨心里暗暗想着 鬼影兔一阶蛮兽 速度极快 牙齿和爪子极其锋利 但是防御力很弱 力量相当于 黄极静初期的舞者 速度相当于 黄极静小极位的舞者 一阶下等蛮兽 不值得浪费一支剑 张若晨本来已经将 铁线弓拉成半月形 随后摇了摇头 没有将剑射出去 就在这时 突然另一个方向 一道破风声响起 一支惊雷剑 发出闪电一样的光滑 准确无误的 射在那只鬼影兔的头顶 六王子 骑着领马来到张若晨身边说道 九弟第一次参加王山狩猎 怎么 连蛮兽都不敢杀 作为一个男人 应该要有胆量才行 六王子的脸上挂着 讥讽的效益 王山中蛮兽数量有限 不是五支剑 就能猎到五支蛮兽的 九弟可不要空手而归啊 说完便骑马而去 张若晨也在心里暗想 王山占据的地域 并不算大 蛮兽的数量绝对不多 看来 我必须加紧才行 张若晨 骑着领马 向着另一个方向冲去 过了一会儿 一声震耳欲聋的牛鸣声 从树林里传来 过了一会儿 一声震耳欲聋的牛鸣声 从树林里传来 张若晨的心头一喜 立即寻声赶了过去 很快就在一处西剑 看到了三头身躯巨大的蛮牛 但是已经有人比张若晨 先一步到达 九郡主 露出一丝 泥人的微笑 向着张若晨看了一眼 开口说道 九弟你来迟一步 这三头蛮牛归我了 九郡主抓出惊雷剑 搭在弓弦上 将铁线弓拉成满月形状 刷了一声 只见那支剑 静止射在三头蛮牛的眉心 电光从箭头中爆射出来 三头蛮牛 立即重重地倒在西剑 剑起大片水花 九郡主收起铁线弓 向着站在远处的张若晨 看了一眼说道 姐姐的三分 归原剑法 可是人极下平的武技 已经完全融会贯通 九弟 你觉得怎么样 张若晨的目光 盯着九郡主身后的水面 瞳孔皱缩 嘴里发出一声爆喝 九姐小心 九郡主也察觉到危险 转过身一看 只见那西剑的水中 冲出一头比蛮牛的身躯 大两倍的巨型蛮兽 头顶上长着两只锋利的牛角 猛然地向九郡主撞了过去 只听轰的一声 九郡主身下的灵马 发出一声惨叫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九郡主来不及反应 与灵马一起摔倒在地上 九郡主心头一惊 立即就要站起身来 忽然他的头顶上方 出现一个巨大的暗影 那一头巨大的蛮兽 张开一双铁蹄 一脚向他踩了下去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只见张若晨腾起四米刀的半空 抽出一支金雷剑 射了出去 刷的一声 金雷剑准确无误地射进 铁皮蛮牛的身体之上 铁皮蛮牛向后倒退了两步 砰的一声 最终还是摔在了地上 张若晨走到九郡主身边安慰道 你没事吧 九郡主轻轻地摇了摇头 你若是没及时赶到 我就惨了 九弟 你的剑法真厉害 铁皮蛮牛的防御力 堪比黄级进大级为武者呢 随后 九郡主将铁线弓背在肩上 飞升骑在张若晨的马上说道 金雷剑上都有记号 侍卫会来收取猎物 我们走吧 张若晨微微地皱了皱眉说道 你干什么 九郡主满脸委屈地回道 我的灵马受了重伤 自然只能与你共骑了 九弟 你不会让姐姐徒步去狩猎吧 说话间九郡主伸出一只御手 做出了一个邀请的姿势 九弟快上来啊 若是我们再不出发 蛮兽就被那些家伙猎杀完了 最终张若晨还是走了过去 握住九郡主的御手 翻身起 落到灵马的背上 两人共乘一骑 向着树林深处冲去 九郡主和张若晨走在丛林深处 突然听到前方有动静 他赶紧让九郡主别出声 张若晨听到前方动物奔跑的声音 离得越来越近 一个像是迷路的声音 出现在了他们的前方 张若晨问道 这是什么 九郡主捂着嘴 满脸不敢相信的说道 这是一阶上等 满兽青火鹿 这下我们怎么办 此刻张若晨却依旧保持着平静 眼中反而带着几分战意 他将背上的剑筒解下来 交给九郡主说道 我还剩两只金雷剑 你还有一只 加起来就是三只 以你的剑法 不说将青火鹿射中 至少应该可以给他 造成一定的威胁吧 九郡主盯着向青火鹿走去的张若晨 美眸邓大心中十分不解 你要干什么 难道你想要猎杀青火鹿 张若晨转头看向九郡主说道 你难道不想猎杀一头一阶上等蛮兽吗 说完张若晨 就像挑衅般 主动对着青火鹿发出一声大吼 青火鹿被激怒 身上的火焰燃烧得更加明亮 化为一道道残瘾 瞬间冲到张若晨的身前 猛然的撞了过去 就在青火鹿冲过来的前一刻 张若晨双腿蹬地借助弹力 冲起七米多高 口中大喊飞龙在天 胖派的真气在十一条经脉中快速运转 张若晨的体内像是发出低抗的龙吟 全身肌肉和骨骼的力量都调动起来 猛然一掌打了下去 可是青火鹿的速度实在太快 张若晨这一掌并没有将它击中 而是重重地打在了地面上 只见一道青色的影子闪过 出现在张若晨的身前 头顶的青色鹿角撞向张若晨的胸口 张若晨再次拍出一掌 与青火鹿硬拼了一击 只听砰的一声 一股强大的冲击力从掌心传来 张若晨的右臂立即失去知觉 张若晨快速后退 向着自己的右臂看去 只见右手的手掌 被青火鹿身上的火焰烧伤 就连衣袖都被烧成灰烬 露出手腕和臂膀 好强的破坏力 不愧是一阶上等蛮兽 重生后的张若晨究竟有多嚣张 区区黄极进小集位 竟然想要猎杀一阶上等蛮兽 青火鹿再次发起进攻 刹那之间便出现在张若晨的身前 九郡主剑撞一连射出两只精雷剑 可惜青火鹿的反应速度极快 用头上坚硬的鹿角 将两只精雷剑打飞出去 张若晨看准时机 猛地冲了上去 借助身体的冲击力 再次打出一掌 爆发出十六牛的力量 击在青火鹿的头顶 青火鹿的嘴里发出一声悲鸣 头顶裂出一刀血缝 趁此机会 九郡主再次开弓射箭 将最后一只精雷剑射了出去 准确无误地击穿青火鹿的眼睛 青火鹿发出痛苦的哀嚎 张若晨一个翻滚 顺势捡起刚刚没有射中的精雷剑 此时的精雷剑 就像是一柄短刃 猛然一脚蹬在树干上 借助树干的弹力 腾空而起 锋利的精雷剑直插进青火鹿的眉心 只听轰的一声 青火鹿挣扎了两下 最终还是倒在了地上 九郡主立即赶了过来 瞪大双眼 有些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 九弟 已杀死了一头一街上等的蛮兽 张若晨转头看了他一眼说道 不是我 而是我们 九郡主兴奋至极 立即向张若晨扑了过去 将张若晨抱住 九弟 我们简直就是最佳战斗伙伴 配合得太默契了 他的一双柔软的玉壁 紧紧地勾住张若晨的脖子 差一点将张若晨扑倒在地上 张若晨抬起一只手臂 尴尬地回道 我们该回去了 演武场内正在议论纷纷 人差不多都回来了 九王子和九郡主 是不是还没回来 该不会遇到危险了吧 六皇子在一旁冷笑道 连鬼隐吐都不敢杀的废物 最好死在山里 一旁的林妃双手合十祈求神灵 一定让张若晨平安归来 林宁山正暗自高兴 张若晨还没回来 看来是没猎到蛮兽 就算他服用天才地宝 短时间内提升力量 终究还是没有战斗经验 你见过这么主动的女孩子吗 一见面就紧紧地勾住张若晨的脖子 差一点将他扑倒在地上 突然人群中响起一个声音 回来了 九王子和九郡主一起回来了 云武郡王拿过成绩说道 葛前 你来宣布 今年王山狩猎的少年舞者的成绩 成绩排名第一的人 赏赐重拳功 那位穿着银银铭甲的将军 捧着卷侧 向着站在下方的那些少年 看了一眼 开口道 本次王山狩猎 一共四十三人参加 两人死亡 九人狩猎失败 从后到前的宣读着排名 第十四名 六王子 猎杀到四头 一阶下等蛮兽 六王子 听到自己的成绩之后 微微皱了皱眉头 本以为 以自己猎杀到四头 一阶下等蛮兽的成绩 足以进入前十 没想到今年的竞争 竟然如此激烈 六王子的目光 向着张若晨的方向看了一眼 脸上的失望的神色一扫而空 反而露出一丝笑意 在他看来 张若晨应该就是那九个 狩猎失败的人之一 想到此处 他的心中便好受多了 至少还有一个人垫底 很快就念到了第七名 排名第七位 林明山 猎杀到一头一阶中等蛮兽 听到自己的成绩 林明山自然还是颇为满意 心里同时也在暗想 张若晨 听到了吗 这就是差距 第三名 王子 猎杀四头一阶中等蛮兽 第二名 司徒临江 猎杀五头一阶中等蛮兽 台下的司徒临江很是震惊 心里暗暗想着 我居然不是第一名 紧着侍卫 开始宣读第一名 第一名九王子张若晨 猎杀一头一阶上等蛮兽 两头一阶中等蛮兽 顿时整个王族无场 无数人目瞪口呆 所有人的目光 都向着张若晨盯了过去 怎么可能 太不可思议了吧 注意看 这是一场 王城双雁之间的对决 美女与美女之间的战斗 究竟谁能赢呢 云武郡王十分高兴开口说道 将本王的重玄宫取来 本王要亲自交给若晨 张若晨 从那一群少年舞者中 走了出来 开口说道 猎杀那只一阶上等蛮兽 乃是我和九郡主合力完成 成绩不能完全记在我的身上 九郡主也走了出来 微微一笑说道 父王 这一次 王山狩猎多亏九弟 出手相救 要不然 女儿很可能已经死在蛮兽的沼下 而且 猎杀那只一阶上等蛮兽 女儿也没出多大的力气 根本没帮上什么忙 云武郡王看到张若晨 和九郡主相互谦让 心中更加高兴 大声说道 若晨 你说仲玄宫归谁 台下的张若晨淡淡地回道 我擅长用剑 不擅长用弓 便将重玄宫赐给九郡主罢 张若晨走上前去 抓住仲玄宫 递给了九郡主 九郡主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 张若晨淡淡地说道 这是你应得的 毕竟没有你的帮助 我不可能将青火炉杀死 心里却想着 与九郡主成为盟友 杨庆与我在宫中 也会稍微好过些吧 九郡主欣然地接过仲玄宫 一双纤细的御手 轻轻地抚摸着黑玉公骨 心中说不出的喜悦 既然如此 姐姐就不客气了 叫场比武的时候 你可一定要加油 很快进入第三轮考核叫场比武 决赛第一场 九郡主对决凌宫山 九郡主的嘴角一勾 露出一丝笑意 宁山 据说你已经达到剑随心走的境界 本郡主到要领教下 剑随心走到底有多强 话音刚落 只见他的手臂一抖 剑条立即飞出 避水如韬 九郡主知道 一出手便施展出一招人级中品的剑法 剑招一出 立即形成七道剑影 七道剑影 又化为四十九道 四十九道剑影 连接成一片碧青色的水墓 发出水流般的声音 向凌宁山压了过去 凌宁山稳稳地站在原地 纹丝不动 眼神紧紧地盯着九郡主握剑的手 就在那一片水墓 已经压到凌宁山的面前的时候 他豁然刺出一剑 凌宁山稳稳地站在原地 眼神紧紧地盯着九郡主握剑的手 就在那一片水墓 已经压到凌宁山面前的时候 他豁然刺出一剑 点在水墓的中心 九郡主的所有剑招 立即全部崩碎 九郡主快速变招 剑法变得越来越犀利 凌宁山始终站在原地 并不移动脚步 只刺出一剑 就能将九郡主的所有攻势 全部破去 站在轿场外的张若晨 轻轻地摇了摇头 心头暗道 两个人的相差 实力太大了 就在这时 凌宁山主动发起攻击 向前跨出一步 手臂甩动 在空气中形成一个巨大的剑花 只听风的一声 九郡主被震飞在地 可凌宁山却步步紧逼 剑撞张若晨向九郡主大喊危险 果然当剑停住的时候 锋利的剑尖 正直在九郡主的心口处 凌宁山开口说道 郡主 你败了 九郡主收起避水剑 从轿场中走了下去 心头十分难受 走到张若晨的身旁说道 九弟我的修为明明不比他弱 可是为什么会败得那么快 张若晨回道 你对剑一的领悟和他有差距 等你修成剑随心走进剑 自然会明白的 九郡主嘴角微微一笑说道 好吧 九弟该你上场了 你的对手据说 也能徒手打死蛮兽 你可得加油啊 紧接着 第二场比武开始 九王子张若晨 对战白家白万里 白万里 在王山狩猎的考核中 成绩排名第八 修为达到皇级镜中即位 绝对不是一位弱者 刚上来 白万里就说道 九王子殿下 你先前说你最擅长用剑 可是我不擅长用剑 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比试拳脚如何 张若晨显得无所谓的回道 那就比拳脚吧 叫场外 很多人都微微的皱了皱眉头 因为他们知道 白家最擅长的就是拳法 九王子的修为 本来就比白万里弱了一个境界 现在又放弃自己擅长的剑法 肯定会更加吃亏 只见白万里 将体内真气全部调动起来 嘴里发出一声大吼 施展出人籍中品的武技沙威拳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他一脚踏在地面 将一块石板震碎 猛然地冲了出去 一拳击向张若晨的胸口 只见白万里嘴里发出一声大吼 施展出人籍中品武技沙威拳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他一脚踏在地面 将一块石板震碎 猛然地冲了出去 一拳击向张若晨的胸口 借助人籍中品武技的威力 白万里爆发出九牛之力 拳头上散发出一层淡淡的光玉 张若晨站在原地 全身上下每一处的力量 同时调动起来 他猛地一掌打了出去 与白万里打出的沙威拳碰撞在一起 只听咔嚓一声 骨头断裂的声音响起 张若晨重新站直身体 淡淡地说道 你败了 白万里扶着手臂 感觉整条手臂都失去了力量 向后退了数十步 有些惊恐地盯了张若晨 一眼开口说道 你的力量怎么会那么强 我刚刚可是用了九牛之力 配合人籍中平武技啊 张若晨听到这话淡淡地回道 那只能说明九牛之力还不够强 此时现在郡王身后的将军 也很是震惊 嘴里喃喃自语道 九殿下 对力量的掌控精妙绝伦 出掌瞬间带着一股扭力 生生扭断了白万里的手臂 一旁的郡王自然高兴 哈哈 本王倒要看看 若晨还能带来多少惊喜 接下来就是争夺前四强了 第一场 九王子张若晨 对战林家林宁山 听到自己对手的名字 张若晨 微微抬起头 自言自语地说道 也太巧了 他向着林宁山的方向看了一眼 此刻 林宁山也将目光望过来 盯在张若晨的身上 九郡主站在张若晨的身旁 嘴角带着几分笑意说道 九弟 姐姐知道你喜欢宁山 可是宁山根本不喜欢你 你千万别怜香西域 必须要使出全力 姐姐还等着你 给我报仇呢 张若晨的脸色平静 走进轿场 见到张若晨 和白万里的战斗之后 林宁山自然不敢再小瞧张若晨 他知道站在对面的少年 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废物 而是一位武学奇才 他没有信心能够击败张若晨 他甚至觉得 张若晨比武王子 司徒临海更加可怕 更加让他感到不安 演武场上的张若晨 到底有多嚣张 和比自己大几个境界的武者对战 竟然扬言不用武器 就可以赢对方 你应该知道 前四强对我来说 真的很重要 张若晨盯着林宁山 淡淡地回道 前四强对我来说 一样十分重要 这样吧 我可以不用剑和你一战 听到这话林宁山心头一喜 既然表哥如此谦让 那就多谢了 在他看来 张若晨肯定是舍不得赢他 所以才会主动提出 赤手空拳和他战斗 他又怎么知道 张若晨心中想的却是 要赢他 根本就不需要用剑 此时的林宁山眼神变得锐利 调动其体内的真气 源源不断地注入剑体 一连向前踏出三步 主动出剑 刺向张若晨的胸口 一朵青色的剑花在虚空中绽放出来 一瞬间 冰冷的剑间就刺到张若晨的身前 张若晨的脚掌蹬地 立即向右横一出去 林宁山也跟着变招 心灰剑就像是已经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完全受他控制 施展出来的剑法十分精妙 可一连施展出十三招剑法 每一剑都刺在虚空 连张若晨的一脚都没有碰到 要知道 他的剑意已经达到剑随心走的境界 与一位修为比自己弱的武者交手 怎么会久站不下 林宁山心里暗暗想着 只能用最后一招了 只见这最后的剑招大开大合 威势惊人 逼得张若晨不断后退 一直将张若晨逼到轿场的边缘 张若晨的双目中散发出两道金芒 猛然停下脚步 没法才闪躲了 盯着铺天盖地压过来的剑光 食指和中指捏成指剑 指了出去 空中的林宁山大喊着 想赤手空拳打败我 真是天真 只听刷的一声 只见将虚空中的剑气全部破去 直接点在了林宁山的胸口 真气从指尖传出 撞击在林宁山的身上 将它崩飞了出去 张若晨淡淡地盯着林宁山说道 你败了 倒在地上的林宁山眼神中 带着一股屈辱的寒气说道 我没败 张若晨 我们继续站 随后重新抓起地上的新挥剑 张若晨摇了摇头 不想和一个手下败将继续争执 转身向着轿场外走去 林宁山的眼神中 带着一股怨恨开口说道 你少瞧不起人了 我还有杀手锏没用吗 说完就将体内的真气 完全灌注到新挥剑 新挥剑立即 冲起一道一米高的剑光 散发出一股庞大的剑气 手臂一挥 一到七米多长的剑气 向着张若晨斩了过去 林宁山的眼神中 带着一股怨恨 拿起新挥剑立即冲了上去 他手臂一挥 一到七米多长的剑气 向着张若晨斩了过去 就在林宁山施展出 这一招剑法的时候 教场外的那些舞者 全部都脸色一变 要知道 此刻九王子正走向教场外 林宁山却是从背后出剑 而且还是一招 威力强大的灵级剑法 一旦斩在九王子的身上 九王子必死无疑 林宋仙的脸色也略微一变 立即爆火了一声 宁山助手 心里暗暗想着 若是九王子死在了 林宁山的剑下 那林家可就要遭殃了 可是谁也没料到 林宁山战败之后 居然还会继续出手 想要救援 已经来不及了 就在众人都以为 张若晨必死无疑的时候 张若晨的身体突然冲天起 躲过林宁山批展出去的剑气 张若晨腾在七米多高的半空 身体一扭 嘴里发出一声抵抗的龙银 一掌拍了下去 急在林宁山的肩上 只听砰的一声 林宁山浑身一震 双腿一软倒在了地上 张若晨向着倒在血泊中的 林宁山冷冷地看了一眼 摇了摇头 对这位表妹更加失望 林凤仙立即冲进教场 向着张若晨看了一眼 有些不甘心地说道 多谢九王子不杀之恩 说完这话 林凤仙立即将林宁山扶了起来 林宁山睁开双目 向着张若晨看了一眼 眼中带着一股浓烈的怨恨心头暗道 张若晨 今日你施加在我身上的耻辱 今后 我一定会加倍地还在你的身上 接下来的战斗是 九王子张若晨 对战国师傅薛凯 张若晨和薛凯同时走进教场 薛凯打量了张若晨一番开口说道 九王子殿下 我们鄙视剑法如何 他相信 张若晨在剑法上的造诣 绝对远远不如他 九郡主听到这话 一手将自己的配剑 向张若晨扔了过去 张若晨接过避水剑 手握剑柄 立即感觉到一股淡淡的寒气 从剑中传来 张若晨紧紧指示 将剑握在手中 便判断出他的品阶 是三品真无宝器级别的战剑 薛凯嘴角一勾大喊着 便说便双手握剑 剑法大开大合 战剑挥斩出去 马上爆发出震荡的气浪 剑法看似简单 却反而毫无破绽 每一剑都带着恐怖的力量 宝贝不一定越大越好 太大也会很消耗真气 就像此时场上的薛凯 只见薛凯嘴角一勾 将真气注入剑体 同时激发出三道 立系名文 向着张若晨批去 剑法看似简单 却毫无破绽 张若晨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如薛凯 所以 并不和他硬碰硬 脚下踩着一种玄妙的步伐 一边挥剑 一边游走 几乎每一次都能躲开薛凯的攻击 不料却露出了破绽 薛凯冷冷一笑 这一下抓到你了 说完他又是一剑刺向了张若晨 张若晨被这一剑狠狠击中 倒飞了数十米远 台下有人惊呼到九王子 被击中了 张若晨居然被人给打中了 不过九郡主却丝毫不担心 九弟虽然战斗经验很少 但是精明的像只狐狸 怎么会被这么简单的一招击中 此时的张若晨 还不忘出言嘲讽薛凯 薛公子再不出权力 怕是要败了 听到这话的薛凯恼羞成怒 又是一剑 看向张若晨 张若晨 轻松躲过同样的招数 用多少次都一样 你又何必执着呢 薛凯怒吼道 还没完呢 随即挥出一道剑气 直冲张若晨的胸口 张若晨立刻提剑抵挡 随后开口说道 国师府的少爷也不过如此吗 薛凯更加愤怒 嘴里大喊着 你休要狂妄 看招 又是猛的一下劈向张若晨 但依然对张若晨造不成任何威胁 直到他满头大汗时才明白 自己是中了张若晨的计 他是在故意消耗他的体力和真气 可现在已经为时已晚 张若晨露出笑容 现在该轮到我进攻了 只见张若晨剑指苍穹 将全部真气注入剑内 施展出灵极剑法 天心直路 向着薛凯刺了过去 薛凯连忙提剑挡在身前 可张若晨的攻击实在太强 薛凯的战剑在与张若晨相撞时 立刻被打得断成两劫 一刀剑伤出现在薛凯的胸膛 台下的众人已经炸开了 太不可思议了 黄极静大即位的舞者 竟然败给了小即位的舞者 这个九王子真是深不可测 台下的林宁山也很是震惊 因为他一眼就认出 张若晨所用的是 和他一样的天心剑法 难道拍卖场的神秘人是他 林家主表示恐怕没那么简单 不要声张 回去之后 从长计议 台上的墨掌柜 感叹之余也有着一丝担心 酒店下确实是的天才 可是决赛要对司徒家 第一高手司徒林江 以他们现在的修为差距 实在是不可能 老板娘的红唇微微一勾 那可不一定 天才之所以能称天才 是因为能够创造奇迹 在台下人的议论声中 张若晨和司徒林江的对决也开始了 演武场上的张若晨 到底有多嚣张 区区黄级进小集位 也敢挑战大级位舞者 司徒林江心里暗暗想着 今年的王山狩猎 我志在必得 却不料 被九王子拔的头筹 开口说道 我要击败你夺回属于我的荣耀 言语上张若晨 也丝毫不甘示弱开口回道 搞不好 你失去的会更多呢 司徒林江大吼一声 多说无意 让我看看你狂妄的资本 随后立即将真气注入长枪 乌黑色的长枪被火焰包裹 化为一条火焰长蛇 向张若晨冲了过去 张若晨的心头按道 好快的反应速度 这件长枪的枪头 就像是化为一条火蛇的舌头 紧追在张若晨的身后 可张若晨一个闪现 躲到了司徒林江的身后 然后飞升而起 手中的碧水剑猛然刺了出去 司徒林江后退一步 躲过那一剑 立即再次出手 向着司徒林江的头顶猛然挥了下去 和司徒林江的长枪撞在了一起 寒气和火焰相互冲击 发出一声金属碰撞的巨响 张若晨大吃一惊 虽说这一击他并未用出全力 但也没想到 司徒林江应对的如此从容 只见司徒林江将长枪向上 划出一个弧度逼退张若晨 头里大喊着 接下来这一击你能抵挡吗 只见司徒林江身上灵力暴涨 化作赤红色的火蛇 向张若晨冲了上去 张若晨知道这一击非同小可 如果被击中不死也是重伤 此时的火焰长蛇张开血盆大口 已经到了他的面前 想一口把他吞下 张若晨吃力地抵抗这火蛇的攻击 没办法了 只能用这招了 只见张若晨十一条经脉全开 能抵挡黄极进大几位全力一击的天心剑中 施展了出来 此时场下的人议论纷纷 九王子太鲁莽了 居然要硬抗这一击 林飞也满脸担心 若晨你可千万不能有事 一旁九郡主安慰道 娘娘不必惊慌 九弟的实力不止于此 此时 阎武场上二人还在激烈的战斗 张若晨用天心剑中化解了危机 随后开口说道 你不出权力恐怕难以击败我 司徒林江冷声回道 本来想对战七王子的时候 再全力以赴 既然你不知死活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力量 司徒林江再次出手 以枪围棍向着他横扫过去 堂堂明帝之子 重生后居然有这种癖好 总是在决斗中撕破别人胸前的衣服 林宁山如此 薛凯也如此 不过出来混的 迟早要还的 司徒林江再次出手 以枪围棍向着他横扫过去 张若晨用剑挡住了这一攻击后 一记天心指路施展开来 挥出一道八米多长的剑气 冲向司徒林江 司徒林江赶忙闪身躲避 张若晨抬头看向他开口说道 你也没有看起来那么强硬吗 随后 腾空而起向司徒林江袭了过来 愚蠢 人在空中无法借力 所谓一寸长一寸强 我的长枪战尽优势 看你怎么跟我拼 说完司徒林江的反应 速度极快 双脚蹬地 也谈事而起 一枪刺向张若晨的胸口 张若晨也在空中不停挥剑 与长枪发生碰撞 眨眼间 张若晨一连劈斩出九剑 每一剑都劈在长枪上面 经过几个回合的大战 张若晨找准机会 一剑划伤了司徒林江的脸 司徒林江怒道 敢伤我 你简直就是在找死 他使出蛮力一枪 将张若晨打落在地 张若晨倒在地上笑道 你说得很对 人在空中无法借礼 现在的你 犹如一个火把子 司徒林江冷声道 想得挺美 我怎么可能任人宰割 看我的火蛇点睛 一道巨大的火蛇 猛地从长枪中迸发 朝着张若晨飞去 张若晨也将真气汇入长剑 和司徒的长枪碰撞在一起 叫场顿时尘土飞扬 台下有人感叹道 破坏力太惊人了 九王子不会有事吧 这两个人任何一个重伤 都会让人惋惜的 老板娘身旁的掌柜的 也惊讶地说道 九王子的潜力太惊人 短短时间 竟突飞猛进至这般程度 太难以置信了 老板娘笑道 我早就说过 天才和天才是有区别 九王子日后 有机会可以多留意一下 我倒要看看他 还能给我多少惊喜 带到场上尘土散去 张若晨的报应也来了 只见他手持长剑 身上的衣物都被震得粉碎 他冷冷看着司徒林江 我看没有再战的必要 真实实力上的差距 相信你也感觉到了 再战下去 对你没有任何益处 放弃吧 司徒林江脸上冷汗直流 但他依然咬牙坚持 只见司徒林江一声大吼 无需多言 再战 然后化解了胳膊上的寒冰 双手握着长枪积在地面 将石板镇成碎石 枪杆一挥 那些碎石全部向张若晨飞去 张若晨右手拳头紧握 左手瞬间挥出无数剑气 将碎石全部化为粉末 此刻的他已经有些恼目 好言相劝 你却执迷不悟 接下来 你所承受的痛苦都是自找的 等着瞧吧 石瑶 待我修为大成之日 就是我向你复仇之时 只见张若晨脚下一蹬 瞬间来到司徒林江面前 司徒林江只感觉他眼前一黑 手腕传来一阵疼痛 乌黑的长枪便脱手飞了出去 司徒林江已经有点上头了 他无法接受这样的挫败 仰天一声大喊 我还没办 他猛的一拳 就向张若晨砸去 张若晨冷 笑道 你要站 那便继续来站 说完他使出了蛮象池地 拳头和手掌碰撞在了一起 交手的一瞬间 司徒林江紧咬牙齿 满头大汗 心中暗倒 这力道太过刚猛 难怪他如此自信 就在司徒收回拳头揉着手腕的时候 张若晨的二次攻击已经到来 无数剑气向他袭来 瞬间化作十几道剑影 狠狠地刺在了司徒林江的身上 雪花在他身上瞬间绽放 他不敢置信地 看着张若晨 嘴里说道我败了 说完扑通一声就倒在了地上 台下的舞者议论纷纷 司徒林江认输 岁末考核结束 九王子张若晨夺魁 王族继七王子之后又出了一个天才 我大云武郡国振兴有望了 老板娘对掌柜地说道 结果如我所料 今后多留一下九王子 此时云武郡王已经高兴地合不拢嘴 要把冰火麒麟甲赏赐给张若晨 不过每一个天才的诞生 总会招来不少人的羡慕极度恨 六王子狠狠地看着张若晨 心里暗暗想着天赋越高 死得越快 王后娘娘是不会让你成长起来的 尤其是在明争暗斗的宫廷 正如六王子所料 王后阴沉着脸 对侍女说道 之后该做什么 不用我多说了吧 岁末考核的奖励是前五强 可以进入蛮神池修炼 蛮神池在皇家祠堂的下方 而进入祠堂者 均要叩拜昆仑界历代大帝和皇者 特别是女圣皇池瑶 其他四人纷纷跪地扣手 唯独张若晨静静地站在那 国师施则道 大胆九王子 你为何不扣拜持瑶女皇 张若晨冷声回道 我只拜天地 拜父母 不会拜她 张若晨的眼神终生起一股仇恨之火 持瑶 在我修为大成之日 就是我向你复仇之时 众人进入了蛮神池 国师对众人说道 你们下去修炼吧 切记持终 谢金之力 十分霸道 坚持不住 就立刻离开 不要硬撑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张若晨望着蛮神池 心里暗暗想着 这将是我复仇之路的第一步 等着瞧吧 持瑶 你见过这么可爱的 屠杀天地之皇吗 这只小猫咪不仅可爱 还可以指导张若晨修炼 在国师的带领下 张若晨等人进入蛮神池 血红色的池水 不停翻滚 国师严肃地说道 你们要切记 蛮神池中的血金之力 十分霸道 若是实在坚持不住 便立即离开池水 不要硬撑 不然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林宁山陷在池边 心里暗暗想着 这将是我 超越张若晨的绝佳机会 只见林宁山退去衣物 刚刚接触到池水 身上的皮肤 立即被烫得拖起了一层皮 好似撕裂般的疼痛 这池水蕴藏的能量竟如此凶猛 盲目走向蛮神池的深处 定会暴体而亡的 突然林宁山看到远处的张若晨大喊 快看张若晨 一定是疯了 狂暴的能量 一定会撕碎他的 张若晨根本没有理会 而是一步步向着 蛮神池的中央走去 林宁山也在心里暗喜 以不自量力的自寻死路 怪不得别人 唯一的遗憾 就是 我没能亲手击败 张若晨仅仅只是走了十步 雪红色的池水 便到达他的腰部 与池水接触的越多 吸收的血精之力的速度 自然也就越快 身体的疼痛感 也就越强烈 站在池边的国师 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随后喃喃自语道 初次进入蛮神池 就在中卫区修炼三天 九王子竟比七王子 当年坚持得更久 必须禀报王后 一天之后 张若晨依旧稳稳地 站在蛮神池中的中卫区 将体内的血精之力 全部炼化 缓缓地睁开双目 眼睛中流动着一丝丝血光 随后血光消失 收敛回瞳孔之中 张若晨心里暗暗想着 体质增强不少 该回去冲击黄极境中即位了 回到玉树宫 经过了三天三夜的修炼 张若晨连续开启了八条经脉 终于一举 冲击到黄极境中即位 看着石台上面的 那本时空秘点 现在我的修为 已经达到黄极境中即位 应该可以将画卷打开了 随后调动体内的真气 向着右手手臂汇聚过去 抓住画卷 缓缓地将画卷拿了起来 好沉重的画卷 至少有八百斤重 张若晨用出吃奶的力气 终于将画卷打开 震惊地看着画卷开口说道 世上怎么会有如此高大的树 突然一个声音响起 真是没有见识 居然连撑起昆仑界的神术 接天什么都不认识 真是让本座很失望 张若晨暗暗戒备起来 沉深问道 谁在说话 那个声音再次响起 难道你没有看到 我在画中吗 本座乃屠杀天地之皇 当年犯了点错 被封印在画卷里 现在只有 你能放本座出来 本座乃屠杀天地之皇 当年犯了点错 被封印在画卷里 现在只有 你能放本座出来 张若晨在一旁问道 为什么只有我可以放你出来 因为你开启了 时空神武印记 可以使用空间的力量 可以打开画卷世界空间的封印 张若晨大概明白 是怎么回事了 嘴角轻轻一笑说道 可是我为什么要将你 从画卷中放出来呢 我可以教你修炼 时空秘点 你现在打开秘点 第二页看看 张若晨将时空秘点拿了起来 捧在手中 将第二页翻开 上面书写着一个个 银色的空间名文 这里有八种空间名文 学会之后可以开辟小型空间 那只黑猫 在一旁得意地笑道 你若是能修炼出时间印记 还能让一片空间内的时间停住呢 快放我出来我教你 张若晨略微有些犹豫 不太确定 将它放出来到底是福还是货 别犹豫了 本座的修为虽然强大无边 但是对你一个少年没有任何兴趣 快放本座出来吧 本座一定会将更多时间 和空间的秘密告诉你 让你能够更好地利用 时空神武印记的力量 张若晨 沉色片刻说道 我要如何才能将你从画中放出来 那只猫咪激动地说道 你只需要将一滴血液滴在画卷上 就能成为画卷的主人 然后你将真气注入画卷 自然就能将画卷的封印打开 将本座放出来了 张若晨 用手轻轻将指尖咬破 裂出一道血痕 一滴飞红的鲜血 从指尖落下 哒的一声落到画卷上 血液被画卷吸收 张若晨 将真气注入画卷 画卷散发出白色的光滑 轻微的颤动 随后一道黑色的光滑 从画中飞了出来 落到地上 哈哈 本座终于出来了 十万年 十万年了 随后黑猫露出尖锐的牙齿 圆溜溜的眼睛里面露出胸光 向着张若晨猛地 冲了过来 大吼着 蝼蚁 本座乃是图天沙地之皇 只需要一根爪子 就能将你按死 他冲到张若晨的面前 伸出锋利的爪子 向着张若晨的驳梗处挥了过去 注意看 这个现实的女人 头一秒 还跟八王子亲亲我我 后一秒发现 夺冠的张若晨 便无情地甩开八王子的手 一脸谄媚地跑向张若晨 没想到 刚把这只黑猫 从画卷里放了出来 一出来就直接翻脸 举起爪子 就朝张若晨攻了过去 幸好张若晨早有警惕 当他一爪子挥过来的时候 张若晨一掌 打在了黑猫的脸上 将黑猫一巴掌打飞了出去 然后手握长剑 向黑猫走了过来 黑猫赶紧解释道 本座刚刚只是试探你的修为 怎么会想杀你呢 你可别乱来啊 张若晨上前就是一剑 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谁料 黑猫的体内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力量 被刺了数十剑 竟然毫发未伤 黑猫又开始得意起来 本座有金刚不坏之身 你奈何不了我的 不如我们休战好好谈谈 好啊 我们慢慢谈 张若晨意念一动 将黑猫再次收进了画中 你就老实在画里待着吧 看着飘在空中的画卷 果然我现在是乾坤石木头的主人 只要我意念一动 就能将你收回画卷 我现在没空搭理你 要出宫去明文工会一趟 当鱼儿和张若晨 来到明文工会时 已经到了晚上 皇后派来的女刺客 已经在房顶等候多时了 领头的女人说道 赶车的侍女 和韩姑娘 给我们的画像一模一样 等人少些我们再动手 务必要在王宫外杀掉她 张若晨掀起帘子 对小云说道 鱼儿姐姐 你在路口等我 我去明文工会买点东西 正往工会里走着 突然看到两个熟悉的人影 这两人正是八王子 和赤云宗宗主的女儿山相邻 岁末考核之后 八王子在王宫中的地位 一落千丈 武道天赋 他比不过张若晨 于是他便想要通过别的方式 超越张若晨 重新挽回自己的地位 见到张若晨 八王子的心头十分恼目 冷声说道 九弟 你现在不是武学奇才了吗 你来明文工会干什么 张若晨轻轻地摇了摇头 没有理会八王子的纠缠 禁止向着明文工会的大门走去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 十分柔美的声音 九王子殿下 等一等 湘林是来工会拜师的 你呢 八王子健壮 一把抓住湘林 愤怒地说道 师妹 你忘了他和清玄阁老板娘之间的事了吗 还是离这种人远点吧 湘林愤怒地甩开八王子的手 大声说道 九王子殿下少年英才 怎么会是你说的那种人 八王子殿下男女有别 请你自重 说完便跑向张若晨 如果遇到这么好看的美女姐姐 对你投怀送抱 你会拒绝吗 在这云武大陆里 女人是没有爱情的 谁有实力 他们就跟谁走 湘林愤怒地甩开八王子的手 大声说道 九王子殿下少年英才 怎么会是你说的那种人 八王子殿下男女有别 请你自重 说完便跑向张若晨 果然男人只要有实力 和谁都有缘 他走上前 满脸谄媚地对张若晨说道 湘林从小就学习明文 也许帮得上九王子殿下的忙 我们进去吧 张若晨心里暗暗想着 若是能得到高手指点 我就能更快掌握明文刻画方法了 看着张若晨和湘林的背影 八王子咬牙切齿地说道 张若晨 我会让你后悔的 没走几步 八王子就看到张若晨的马车 他冷冷一笑 机会这不就来了吗 看到八王子走了过来 羽儿的脸上露出几分恐惧 立即行礼 拜见八王子殿下 八王子冷沉着脸说道 本王子要回宫 送我回去 羽儿有些害怕地回道 可是这是九王子的车架 话音刚落 八王子的一个大逼兜 就扇了过去 将羽儿打得飞出了几米开外 你一个婢女 也敢违抗本王子的命令 得罪了本王子 本王子 让你全家生不如死 八王子骂骂咧咧地走上马车 无奈羽儿 只好拉着八王子 往皇宫走去 就当八王子在车里计划着 怎么至张若晨的时候 两个穿着夜行衣的刺客 已经准备动手了 只见其中一个黑衣人 抽出一只金雷剑 搭载弓弦对准那辆马车 嗖的一声 直接击穿了八王子的心脏 八王子满脸震惊 不敢相信 居然有人敢刺杀王子 这时 另一个刺客 已经在他身后举起武器 快速地补了一刀 傲娇的八王子 就这么领了盒饭 于而察觉到一响 立即停了下来 向车里换刀 八王子殿下刚刚发生了什么 您还好吗 见八王子没有回答 他小心翼翼地将车帘撩开 看到了让他震惊的一幕 一时间尖叫 响彻整个工会 两个女人奉命去刺杀九王子 刺客看见张若晨的马车 就准备动手 谁能撂到车上坐的 竟然是八王子 此时得知杀错人的韩青罗 一下子就干掉了他的同伴 两个废物 居然杀错了人 这下麻烦了 八王子被杀 王城市避震动 在杀九王子的机会 可就渺茫了 必须立刻回禀王后娘娘 做下一步打算 另一边张若晨和湘林走出工会 发现鱼儿和马车都已经不见了 禁卫君也在此时来到他的面前 告知他八王子遇刺身亡 大王招他立即回宫 张若晨心中一惊 鱼儿没打招呼就走了 八王子遇刺身亡 这两件事一定有着某种联系 得知萧子的云武郡王也勃然大怒 真是岂有此理 居然有人敢在王城刺杀王族成员 胆子真是不小啊 此时国师赶忙上前近年 为了避免云武郡王怀疑到王后 只能推给拜月魔教了 突然店外传来一个声音 八王子是承作我的车架 所以才在返回王宫的路上被人杀死 很显然那些杀手暗杀的目标是我 八王子只是被误杀 云武郡王也突然醒悟 久而言之有理 葛前 你一定要调查清楚 各位王子郡主 最近都留在宫中修炼吧 一个月后 张若晨正在气喘吁吁的练功 无论如何都无法突破 他心里暗暗想着 上一世只开辟出33条经脉 另外三条轮脉 怎么都无法开辟出来 据说开辟出轮脉的武者修炼一年 皮肤上就会多一层年轮 防御力提升 甚至可以刀枪不入 烈焰难容 血灵脉则是传说与血液相连的经脉 魂脉则连接着武者的肉身与灵魂 甚至能让灵魂出窍 目视千里之外 这三条经脉旋之又旋 轮脉是最有可能存在的 或许能开辟成功 就在这时 乾坤神木图里的黑猫突然说道 本座知道如何修炼轮脉 你把本座放出来 这次绝对不骗 那么这次这只小肥猫 又要耍什么花样呢 灵灵山的眼神中带着一股怨恨 拿起新挥剑立即冲了上去 他手臂一挥 一到七米多长的剑气 向着张若晨斩了过去 就在灵灵山施展出这一招剑法的时候 轿场外的那些武者 全部都脸色一变 要知道 此刻九王子正走向轿场外 灵灵山却是从背后出剑 而且还是一招威力强大的灵极剑法 一旦斩在九王子的身上 九王子必死无疑 灵凤仙的脸色也略微一变 立即爆火了一声 灵山助手 心里暗暗想着 若是九王子死在了灵灵山的剑下 那灵家可就要遭殃了 可是谁也没料到 灵灵山战败之后 居然还会继续出手 想要救援 已经来不及了 就在众人都以为 张若晨必死无疑的时候 张若晨的身体突然冲天起 躲过灵灵山披展出去的剑气 张若晨腾在七米多高的半空 身体一扭 嘴里发出一声抵抗的龙银 一掌拍了下去 急在灵灵山的肩上 只听砰的一声 灵灵山浑身一震 双腿一软倒在了地上 张若晨向着倒在血泊中的灵灵山 冷冷地看了一眼 摇了摇头 对这位表妹更加失望 灵凤仙立即冲进轿场 向着张若晨看了一眼 有些不甘心地说道 多谢九王子不杀之恩 说完这话 灵凤仙立即将灵灵山扶了起来 灵灵山睁开双目 向着张若晨看了一眼 眼中带着一股浓烈的怨恨心头暗道 张若晨 今日你施加在我身上的耻辱 今后 我一定会加倍地还在你的身上 接下来的战斗是 九王子张若晨 对战国师傅薛凯 张若晨和薛凯同时走进轿场 薛凯打量了张若晨一番开口说道 九王子殿下 我们鄙视剑法如何 他相信 张若晨在剑法上的造诣 绝对远远不如他 九郡主听到这话 一手将自己的配剑 向张若晨扔了过去 张若晨接过避水剑 手握剑柄 立即感觉到一股淡淡的寒气 从剑中传来 张若晨紧紧指示 将剑握在手中 便判断出他的品阶 是三品真无宝器级别的战剑 薛凯嘴角一勾大喊着 还有兴致欣赏宝剑 未免太自大了吧 边说边双手握剑 剑法大开大合 战剑挥斩出去 马上爆发出震荡的气浪 剑法看似简单 却反而毫无破绽 每一剑都带着恐怖的力量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个 满眼是你的小迷妹 你的内心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四人一同来到了武士斗场 此时台上正有两人在搏斗 一个手持折扇的男子 向另一人冲了过去 随后竟然用折扇 斩掉了对手的脑袋 叫你认输你不听 连营七场 不也是要死在我的扇下 此时一旁的湘林 也开始担心起来 九王子殿下 连黄极静大圆满的舞者 都被轻易杀死 你真的要上台比试吗 张若晨满脸坚定地回道 想去试试 随后柳成峰 带着张若晨来到了舞斗场 台下一时间议论纷纷 这人是谁 这么年轻就敢来黄极舞斗宫 想出名吧 这种人一个月要死几十个 也不稀奇 我们就等着看吧 柳成峰 却暗自高兴起来 他可是巴不得张若晨 死在战场上 那样云武郡王 也无话可说 很快张若晨 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对手 好家 好时期 第一个来挑战阁下 阁下拔剑吧 张若晨淡淡地回道 你还不值得我拔剑 若是拔剑 恐怕会伤到你 面对着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的话语 好时期大喊着 哪里来的狂妄小子 随即扬起四十米的大砍刀 就劈了过来 张若晨冷哼一声 不自量力 还没等好时期靠近 张若晨一掌 便将他击飞了出去 只见好时期 喷出一口老痰 连人带刀重重地跌下了台 台上的观众都沸腾了起来 一招致敌 这个神秘的少年是谁啊 这就是跟我同一天 获得神武印记的九王子 这说明 我也是神明眷顾的人 将来定能出人头地 可柳成宗的脸色却沉了下来 他本想借机 对张若晨羞辱一番 没想到 反而让他出了风头 湘灵也十分开心地笑道 九王子真是天纵奇才 九郡主也很是惊讶 九弟这个家伙深不可测 他究竟隐藏了多少力量 就这样在柳成宗的愤愤不平中 张若晨连营四场 而且依旧没有用任何兵器 一招便将对手击落台下 就连皇级静大圆满的武者也不能幸免 见到这一切的相邻 瞬间化身成张若晨的小迷妹 此时的柳成风 已经气得咬牙切齿 吩咐下人 去把韩府叫过来 就说本公子用他的时候道了 才十六岁 就有如此境界 绝不能再留他性命 过了一会儿 一个手拿小皮便的妖娶女人走上了台 见过九王子殿下 若是多有得罪 还请殿下见谅 张若晨看着眼前 女人不禁地暗自行响 这女人有点意思 这个手持黑色皮便的妖娶女人 是有名的毒蜘蛛 都说越美丽的女人越有毒 说的就是她 只见她怒喝一声 挥动鞭子猛地向张若晨抽来 只见张若晨 一个闪现躲开了飞驰而来的鞭子 然后向前 飞速靠向那女人 四目相对红唇白齿 趁她还在愣神 张若晨汇聚真气 在她的手腕上一点 那女人立刻疼得大叫起来 鞭子也掉落在了地上 张若晨背身冷冷说道 承让了 此时 刚才拿扇子杀人的家伙 也按耐不住了 大声喊道 第八场 就由我来阻止你连胜的步伐 说完她便跳入了擂台 在下薛病声 见过九王子殿下 张若晨心里暗想 这出场方式 跟那个柳大少简直一模一样 附加子弟的登场方式 怎么都如此中二 那男子 嘴角微微一笑说道 九王子殿下 在薛某面前 你应该拔剑了 张若晨依旧云淡风轻 若是我觉得 你的实力足够强大 我自然会拔剑 那九殿下可要小心了 死在薛某铁骨扇下的强力武者 已经有九位了 九殿下最好不要变成第十位 说完便举起铁骨扇 向着张若晨扇去 只听轰动轰 铁骨扇和剑鞘 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你果然有点实力 值得我初见应对 柳扇峰看着台上的二人 心里暗想 薛柄生居然也只能 和他打成平手 这时半寿人韩服 也来到了柳扇峰的面前 看好台上那个少年 若是薛柄生败了 下一场 你就上去杀了他 韩服的表情 立刻变得凶狠起来 再下一定不会让公子失望 就算同归于尽 也会将他杀死 场上张若晨接连挥出无数剑气 将薛柄生的残影纷纷打散 残影被打散 对他本体也有一定损伤 很快薛柄生嘴角流出鲜血 已经开始慌了 简单几件就击破我的残影 这家伙实力远在我之上 随即张若晨又向他冲了过来 大喊着 还有时间慌神 你还真是自信 就在他慌神之际 张若晨已经出现在了他身后 突然张若晨出现在他身后 一招天心破眉 直接刺向薛柄生的后背 薛柄生被这一剑刺穿 发出一声惨叫 摔落在地上 台下九郡主悬着的心 终于落了下来 就在此时 张若晨感觉到一股杀气 向他逼近 韩府已经跃上了台 二话没说 手里的大府直接就向着张若晨 劈了过来 幸好张若晨早有发现 一个闪现躲过了攻击 只见韩府一招重重地挽在了地上 没打到张若晨的韩府幕后道 确实很有实力 这样才有杀你的价值 台下的九郡主和湘林反应过来 大为吃惊 糟了 是半兽人韩府 看到两个美人的韩府 冷笑道 你小子厌服不浅啊 有两个小美人为你担心 这更让我提起了杀你的兴致 吃我一服 说完挥着巨斧 再次朝着张若晨砍去 张若晨急忙用剑抵挡 却直接被击退数十米开外 这家伙什么来头 竟有如此狂暴的力量 看样子不是普通人类 难道是半兽人 九郡主在台下一脸惊恐地 朝张若晨大喊着 九弟快认输 韩府是个五疯子和他交手的舞者 没有一个能活命 湘灵也在一旁补充 他是柳成峰的半兽人 一定会在台上杀了你 你没必要和疯子拼命 韩府恶狠狠地盯着张若晨 小子 那两个小美人让你认输 你若是不听 我这斧子 必将你劈成两半 柳成峰也在一旁讥讽道 九王子若是怕死 就早点认输 万一死在站台上 本公子可不好向郡王大人交代 张若晨面无表情 冷声说道 还没战过 谁死谁生还说不定呢 他的话成功激怒了柳成峰 柳成峰对韩府喊道 不知天高地厚 韩府让九王子殿下 见识见识你的力量 别被小瞧了 韩府狂笑不止 瞬间变得更加强大了 随后开口说道 小王子 那就好好享受 你在人世的最后一刻吧 此时的张若晨 到底有多厉害 一人对战半兽人韩府 小王子 那就好好享受 你在人世的最后一刻吧 说完拿起大府 又向张若晨劈了过来 只听轰的一声 巨大的力量震的尘土 四处飞扬 根本看不清 内台上的情况 九郡主暗道不好 这下糟了 九弟怕是要中伤了 随着烟雾散去 张若晨 毅然纹丝不动地 挡住了韩府的攻击 还不忘嘲讽道 韩府 你就只有这点力道吗 怎么对得起 你半瘦人的血统吗 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然后猛的一脚 踹在韩府的胸口 随后 又是快如闪电的一剑 在他身上 划出一道血口 看你引以为豪的身躯 能抗下我几剑 张若晨又快速批出几剑 韩府应狠一笑地说道 好小子 能将我重伤 看来我必须送你去地狱了 说完一股澎湃的真气 在四周汇聚 一双眼睛漆的直冒虎 随后刷的一声 直接将手里的战斧 朝张若晨扔了过去 面对这明显增强的一击 张若晨 也不敢含糊 在巨斧飞来的一瞬间 直接施展了 他的最强 守护技能天心剑中 将战斧的攻击挡了下来 韩府见他的战斧 并没有伤到张若晨 直接气急败坏地 飞到张若晨的上方 一爪子 狠狠向张若晨抓去 轰的一声 天心剑中 依旧纹丝不动 张若晨用手 直接撑起天心剑中说道 想杀我 得先击破我的防御 你能做到吗 此时的韩府彻底怒了 你这张嘴 真是让我烦得发狂 看到 如此嚣张的张若晨 韩府瞬间催动全身的真气 向着天心剑中疯狂输出 过了一会儿 韩府就已经筋疲力尽 他气喘吁吁地 看着纹丝不动的天心剑中 但丝毫没有要放弃的意思 随后仰天长笑 瞬间进入了狂暴状态 伴兽人韩府 看着嚣张的张若晨 仰天长笑进入了狂暴状态 只见他身上的灵力 直接暴涨了好几倍 张若晨若有所思地盯着韩府 这家伙居然还会狂暴 有点意思 台下人也是惊叫连连 他激发体内的火势爆血脉后 能爆发出四十九牛的恐怖力量 韩府要发狂了 台上满脸担心的九郡主也大喊着 九弟快认输啊 别拿性命开玩笑 而柳成风 却因沉着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意 逼得韩府发狂 也算你有本事 可惜你若败了 就只有死路一条 此时的韩府已经血脉全开 蓄势待发地趴在地上 突然猛的一击 顿时地面被轰得粉碎 他将所有真气都集中在手上 对着天星剑中狠狠砸去 只见熊熊的火焰 一瞬间便将天星剑中完全包裹 张若晨心中暗道 我还想打下一场 不能消耗太多真气 得等他击破我的防御 放松警惕之时 给他最后一击才行 一旁的九郡主大喊 这下糟了 九弟的防御被击破了 就在这时 张若晨抓住时机 立刻推动剑气 短短刹那间韩府的胸前 出现了树道血痕 韩府难以置信地看着伤口说道 我居然败在了这小子手下 然后扑腾一声倒在了地上 这一举动瞬间引起台下的轰动 连半寿人韩府都倒在九王子手下 这乃是废物 简直是天之骄子 九郡主激动地抱着香灵说道 太好了 再赢一场 九弟就能成为黄帮舞者了 此时的柳成风紧紧地握着拳头 连个颓废多年的九王子都杀不了 真是个废物 还得本公子亲自出手才行 柳成风飞身一跃冲向张若晨大喊着 让我来领叫一下九王子殿下的武技 话音刚落 斗场一阵炸裂声响起 九王子 你的确是位奇才 可是现在的你绝对无法战胜我 张若晨看着柳成风 心里不惊地暗暗想着 他体内的真气 远比我充足 一定要速战速决 随后也举起手中的剑 那就试试吧 听到张若晨这样说 柳成风气急地大喊着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柳成风气急霸坏地大喊着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说完便向张若晨冲了过去 张若晨也毫不示弱地赢了上去 想先试试柳成风的力道 所以当两把剑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柳成风便觉得 张若晨也没有想象得那么厉害 你就这么点伎俩能赢得辽涵府 还真是有点失望 说完他快速往后退去 跟张若晨拉开了距离 随后冷声笑道 听说你擅长用剑 巧了我也惊于剑法 话音刚落再次向张若晨攻来 剑气瞬间爆开 化作无数道 剑气向张若晨扑面而来 张若晨看着这密密麻麻的剑气 想要躲避 就只能靠这一招了 眼脉开 瞬间张若晨的眼睛变得 跟平时完全不一样 开了眼脉 躲开这些剑气 简直是轻而易举 此时的张若晨还不忘嘲讽到 只有这种程度吗 柳成风愤怒地说道 小子羞得狂妄 随后便加快了灵气的速度 但在张若晨眼中还是缓慢 轻而易举地 便躲过了柳成风的攻击 可柳成风依旧不服 再次施展武技 瞬间天空中 无数剑气化作流星 向着地面急速落下 虽然这次柳成风的攻击速度 明显加快 但开了眼脉的张若晨几个闪现 便躲了过去 转眼就来到了柳成风面前 柳成风看到 越来越近的张若晨 心里却浮现出一丝得意 真蠢 这么近的距离 你应该躲不开大范围攻击吧 然后汇聚全身真气 便向着张若晨劈了过去 只听轰的一声 场上顿时飞沙走时尘土飞扬 台上的九郡主和香菱不由地紧张起来 虽然柳成风已经落入下风 但丝毫不影响他嘲讽张若晨 香菱姑娘 你看见了吗 你口中所谓的天才 在我面前不堪一击 你确定他是你想要依附的那个人吗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浓烟之下 又听到了张若晨的声音 现在 你已陷入被动 你无法捕捉到我的声音 而对于开启了麦伦眼的我来说 真是绝佳的进攻环境 话音刚落 张若晨便飞身冲向柳成风 柳成风只看见一团蓝光闪动 张若晨就已经到了他的身前 他不由得大惊失色 速度尽如此之快 此时的张若晨到底有多厉害 仅用一次就冲到了黄帮舞者的行列 张若晨趁柳成风震惊之时 一箭划破了他的脖子 柳成风怒道 你竟能伤到我 怎么可能 随后愤怒的提起剑 就向张若晨砍去 张若晨也不甘示弱 而是一箭和他对拼在了一起 柳成风大喝一声 去死吧 只见他身上凌厉顿时暴涨 一箭挥向张若晨 幸好张若晨早有防备 一个跳跃躲开了他的攻击 柳成风看着满头大汗的张若晨笑道 哈哈 你的真气终于要耗尽了吧 张若晨满头大汗的回道 即便我真气耗尽 我看你也应该所剩无几了吧 柳成风瞬间愤怒地说道 开什么玩笑 我可是堂堂武士前庄少庄主 天才中的天才 会被你逼到真气耗尽 下一招 我要你的命 说完 用出一招流星三闪 朝着张若晨袭去 张若晨也毫不示弱 直接一招天心指路便迎了上去 两道剑气夹杂着破风声 很快就碰在了一起 只听风铃声 一道火光在场上冲天起 一旁的九郡主也很是震惊 黄极静大圆满 舞者间的对决怕事 也没有这般破坏力吧 突然柳成风手持长剑猛地向张若晨袭去 看到在空中无法借力的柳成风 好机会 就是现在 只见张若晨一个闪身躲过柳成风的招式 但手中的剑也被柳成风打掉 柳成风阴险一笑 以兵器一尸 看你还怎么跟我斗 就在柳成风愣神之际 张若晨将全部真气 汇聚于掌心 快速地打在了柳成风的丹田之上 只见柳成风双目充血疼痛无比 满脸的不可思议 此刻的九郡主已经高兴地大喊起来 不亏是我弟弟 一次就冲到了黄帮舞者的行列 可就在不远处 柳传神和一个神秘女人 也亲眼目睹着这一切 成风还是太冲动 将她抬下去养伤吧 九王子的实力实在出人意料 若是成长起来 倒是可以牵制七王子 必要的时候 可以帮九王子一把 毕竟他们两败俱伤 才是我们武士钱庄 明文公会和黑市最希望的局面 被两大身材火辣的美女 紧紧抱住 是中什么样的感觉 就在刚刚张若晨在武士比武 连赢了数人 就连半兽人韩府都不是对手 成为了黄榜舞者 一时间台下议论纷纷 第一次挑战 就成为了黄榜舞者 太不可思议了 皇家真是人才辈出 不知道他和七王子 谁更有天赋 张若晨拿着黄榜舞者的牌子 心里暗想 真是可悲 舞者们拼上性命想要得到的 就是这个破牌子 此时激动的九郡主和湘林 也冲了过来 紧紧的抱着张若晨 九弟 你真是太厉害了 我已经派人传回消息 父王一定很高兴 这种左拥右抱的感觉是好 就是让张若晨 有点喘不过来气 九郡主平静了下来 对张若晨说道 成了黄榜舞者 还可以再去一次蛮神池 我真羡慕你 听到这话张若晨 终于露出了微笑 回到王宫 云武郡王将张若晨 交到寝宫 若晨 告诉本王 你一共开辟出了多少条经脉 张若晨并没打算隐瞒 开口回到 二十七条 听到二十七条云武郡王 也很是震惊 随后从衣袖中 取出一只木盒弟弟张若晨 这是一枚四品的炼体丹药 名叫麒麟丹 等到你去蛮神池修炼再服下 借助血精之力炼化 紧接着又说道 生在帝王家 若是你不够优秀 就会被淘汰 父王不能一直庇护你 优胜劣汰 各有各的命 张若晨又怎么会不懂 帝王的子女实在太多 根本不可能 顾及到每一个子女 另一边的王后宫里 王后将一只茶杯 重重地摔在地上 好一个九王子 居然这么快就成为 黄榜舞者 在放任他成长 那还了得 此时 站在王后身后的侍女 眼神有些锐利地问道 王后娘娘的意思是 只见王后 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说道 轻罗的修为 已经突破玄机劲了吧 不惜一切代价 一个月内 我要看到九王子的向上人头 那侍女问道 若是九王子 一个月之内 不离开王宫怎么办 王后的眼神 变得更加狠辣 本后说过 不惜一切代价 属下明白 话音刚落 那侍女立即退了下去 与此同时 林家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个男人 本是林家的第一天才 如今却成了 七王子身边的奴仆 不止威胁自己的爷爷 还要把妹妹 嫁给自己主人 就在刚刚 林家的老家主 从天魔岭回到了林府 听说了 云武郡国出了一位武学奇才 正是老夫的外孙张若晨 三年前的事 就算了吧 找个机会 去向林妃道个歉 毕竟你们 是亲兄妹 况且 若晨和宁山 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以后还要定亲的 站在下方 三人的脸色 都变得古怪起来 林老爷子健壮 心头生出 一股不祥的欲感 沉生问道 怎么都不说话 发生什么事了 只见老六 向前走了一步 跟父亲说起了几个月 前林妃回来 求大哥时候的场景 林老爷子 听后大怒 谁让你这么做的 你这个混账东西 快随老夫进宫 给你妹妹和若晨赔罪 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何必要第三下四的 去给他们赔罪 转头望去 只见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男子 从门外走了进来 此人正是林家的第一天才 七王子的奴仆 林陈玉 看到林陈玉 林凤先惊讶地问道 陈玉 你怎么回来了 只见林陈玉眼神中 透过一丝杀气 七王子殿下派我回来 解决一些麻烦 比如 我那位表弟 听到这话 林老爷子眼神一冷 七王子殿下 派你回来除掉九王子 那可是你表弟啊 那又如何 主人要他死 他必须死 爷爷 别怪我没提醒你 若是站错了队 等主人修为再突破 想毁掉林家 也是轻而易举 说完便转身走了出去 边走还边说着 对了 在我的苦苦哀求之下 主人已经答应 娶宁山做小妾了 这件事 我会亲自进宫 和王后娘娘详谈 争取尽快 将婚事定下来 说完便又走了出去 听到林陈玉的话 林老爷子问道 七王子与宁山订婚 这是怎么回事 父亲 这是陈玉和宁山的意思 他们靠上了 七王子殿下 这一棵大树 对于我们林家来说 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林老爷子 十分痛心地喃喃自语道 我怎么觉得 更像是整个林家 都变成了七王子的奴仆 但他也无可奈何 若是将七王子激怒 对林家来说 无疑是场灾难 另一边的张若晨 在蛮神池修炼 整整过去了七天 身上的红色光芒 才渐渐散去 终于将麒麟丹的丹器 全部吸收 张若晨感觉自己的肉身 前所未有的强大 蛮神池中 融合有祭祀的力量 说不定能够帮助我 参悟出血灵脉和魂脉 现在的张若晨 到底有多厉害 只有天极静大圆满的舞者 才能修炼出来的三十六条经脉 居然能在这个 十六岁的少年身上重现 张若晨在蛮神池 整整修炼了七天 身上的红色光芒 才渐渐散去 蛮神池中融合有祭祀的力量 说不定能够帮助我 参悟出血灵脉和魂脉 又过了十天 张若晨完全冲击到了 黄极境大圆满 当第三十六条经脉 被开辟出来的时候 张若晨的体内 发出一声巨响 三十六条经脉 就像是三十六条巨龙 在张若晨的体内流动起来 张若晨的背后 呈现出一个 威严神圣的地影 高达九丈 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这就是魂脉啊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一旁的大胖猫 也不由得感叹 这小子 居然能灵魂出窍 骗人的吧 那可是天极境大圆满的舞者 才能做到的 这个灵魂的强度 居然已经成为了武魂 加以修炼 便可借天地灵气 向敌人发起攻击 何况 这小子真的有可能 无限接近那个人 第二天 九郡主又来到玉树宫 见到张若晨 在园中练长 便立即冲了过去 九弟 你还有心情练长 你知不知道 灵明山要和七哥订婚了 张若晨收回体内的真气 轻轻地点了点头 那与我何干 九姐 既然来了 不如再陪我去一趟黄极五豆宫吧 九郡主俏丽的脸上 露出一丝惊异的神色 又去 听说你在蛮神池 修炼了二十四天 难道你突破 黄极星大圆满了吗 张若晨笑着点了点头 哈哈 在蛮神池修炼的时候 一不小心突破了 九郡主一把拽过张若晨 九弟 和你一比 我可真是个庸才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让姐姐开开眼 此时 皇后派来的刺客 正在皇宫外四肩而动 看到张若晨出来心里 一阵暗血 终于被我抓到机会了 这次你可不会再那么好运了 刚来到黄极五豆宫 就听众人议论纷纷 听说 今天来了个夺命剑客 无论男女都把对手一键断头 这是第八个了 更可怕的是 他好像只有十五岁 这倒是引起了张若晨的好奇心 夺命剑客 攻击的方式竟如此独特 真想跟他讨教一二 注意看 这个开了挂的十五岁夺命剑客 竟然只用了一招 就将半数人含服打败 张若晨 若有所思的看着阿乐 有点意思 我们去看一看 此刻 迎战台上 站立着一个面黄鸡兽的少年 他看上去十四五岁的样子 张若晨轻轻地点了点头 真是天赋一柄 见起随心 他的建议境界已经达到随心中间 而且 建议中还蕴含着杀意 九郡主也打量着阿乐 开口说道 他似乎不是纯粹的人族 而是魔狼半人族的半人 张若晨回道 没错 你看他的眼睛 好吓人啊 正想着突然一道声音传来 夺命剑客吗 原来是个狼人族小子 我韩府来会一会你 韩府手持战斧 站在了夺命剑客的对面 阿乐并没有跟他废话 而是一个闪现 就将韩府的人头 从站台上飞了出去 九郡主满脸震惊地 看着台上开口说道 九弟 他真的一招就杀死了韩府 你能接住他一件吗 只见张若晨笑了笑说道 若是一个月前还真不好说 现在嘛 绝对没问题 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一个阴冷的笑声 表弟 三年不见了 真是让表哥十分想念啊 张若晨向着笑声传来的方向望去 只见一个脸色苍白的俊美男子 站在看台上 正微笑着看着他 而且 还有一个熟人林宁山 张若晨心里一阵暗想 这个半男不女的家伙 就是我传说中 被七王子废掉的表哥吧 随后 开口说道 的确好久不见 我妖娆的表哥 没想到会在黄鸡武斗场中遇到 妖娆 这小子居然公然调侃我的缺陷 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 与此同时 阿勒已经连胜了十场 阿勒微微地抬起头 终于露出了几分柔色 对林宁山喊道 林小姐 我完成了对你的承诺 连一十场 一场 也没有输 林宁山也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阿勒 以你如此强大的天赋 肯定会有很多大势力想要拉拢你 你又何必要留在林家做一个下人 阿勒面露羞涩地盯着林宁山的那张绝美的容颜说道 阿勒只愿永远守护在林小姐的身边 别无他求 林宁山笑着点了点头 可是他的眼神深处却藏着一丝鄙夷 如果不是你还有点用处 一个半人族奴隶也敢觊予我 真是恶心 随后笑道 表哥 你修炼的也是剑 若是你和阿勒交手 你能接住阿勒几剑呢 张若晨向着阿勒看了看 若有所思地回到 有人愿意守护你 你便好好珍惜吧 话音刚落 张若晨便直接向着迎战台走去 现在的张若晨到底有多强 轻轻松松 两根手指就将柳成峰打拔阿牙大叫 看到张若晨向迎战台走去 凌晨遇露出阴险一笑 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或许在战台上将张若晨杀死 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还没等走到台上 远处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九王子 你终于又来黄吉武斗功了 上次是你运气好 才侥幸胜了我 这一次你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张若晨盯着对面的柳成峰 柳公子要坚持第一个挑战我 那就来吧 来到迎战台 柳成峰盯着张若晨 开口说道 与我交手 你不用剑吗 张若晨淡淡地回道 暂时还不用出剑 柳成峰十分恼怒地大喊着 竟然敢轻视本公子 你会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的 话音刚落 一记星火流营就攻了过来 只见张若晨稳如泰山 抬起手臂 伸出两根手指 直接将柳成峰手中的流星剑夹住 只听轰着一声 手指一弹 一股强大的震荡力量 从剑身传到柳成峰的手臂 随后 一阵骨头断裂的声音随之响起 柳成峰大叫着 你的修为怎么 变强了这么多 张若晨看着柳成峰淡淡地说道 为何要如此执着于胜负 你老老实实 当个富家子弟不好吗 何必出来丢人呢 听到这话 柳成峰瞬间怒了 大喊着我杀了你 还没等进身 张若晨一脚就将柳成峰踹倒在地 这时一旁的九郡主也说起了风凉话 我这个弟弟出手真是太没轻重 对这个柳大少下手重 也就罢了 之前对自己表妹也迎头痛击 害得人家大庭广众下丢尽了人 真是太不怜香惜玉了 听到这话林林山心里也很是不舒服 心里暗想 该死的九郡主 竟当着我的面性灾乐祸 等会儿张若晨倒在阿勒的肩下 我倒要看看你用什么表情面对我 接下来的六场战斗挑战张若晨的人 分别是六位黄榜舞者 毫无例外 全部都败在张若晨的手中 此时台下的议论声再次传来 连败七位黄榜舞者 而且全部都是一招击败 也太可怕了 才过去一个多月 九王子的修为又达到何等恐怖的境地了 那些年轻貌美的贵族小姐 更是带着崇拜的眼神说道 九王子太帅了 若是能够嫁给他 就算少活十年 我也愿意 林宁山听到那些贵族小姐们的议论声 心中十分不悦 冷声说道 阿乐 该你出手了 阿乐提着剑 眼神十分坚定 登上迎战台对张若晨说道 你的确很强 不幸的是你得罪了林小姐 我必须要你的命 接下来 这场对决相信大家一定非常期待 夺命剑客阿乐向王族天才王子张若晨 发起挑战 阿乐眼睛紧紧地盯着张若晨说道 你的确很强 不幸的是你得罪了林小姐 我必须要你的命 张若晨冷冷地回道 你的剑法也有致命破绽 绝不可能胜过我 甚至可能会死 认输吧 听到这话阿乐黑黑一笑 谁死谁活还不知道呢 话音刚落 阿乐手中的剑化为一道残影 一往无前地向着张若晨冲了过去 张若晨也不甘示弱 眼脉 开 瞬间双眸中一丝杀意拥了上来 随后 迈开脚步 也化为一道残影 迎了上去 众人病住呼吸 紧盯着站台的方向 站台上 两道残影 无声地碰撞在一起 仅仅一瞬间 便相互交错而过 紧接着又以更快的速度分开 张若晨心里一阵暗响 速度远胜柳大哨 与他对战能大幅提升 我的应变能力 真的是个无措的陪练 阿乐也看出了张若晨的不屑 大声吼着 还有心情笑 你以为我就这点能耐吗 看到站台上生死相向的张若晨和阿乐 林宁山感觉到十分的兴奋 一个天才剑客为了他 死在另一个天才剑客的手中 这种感觉太奇妙了 迎战台上一阵浓烟过后 双方都后退了数十米 张若晨淡淡地说道 认输吧 继续下去 你会因体力不支 老在我的肩下 可阿乐 哪肯就这么轻易认输 开口回道 你一个普通的人类 竟会认为 我的体力不如你 我要让你见识一下 我狼人族的可怕之处 张若晨淡淡地说道 有什么杀手锏都亮出来吧 不然我怕你没机会用了 只见阿乐 突然浑身清惊暴涨 台下的九郡主大喊着 九弟 要击杀他只能趁现在 等他唤醒了狼族血脉就糟糕了 张若晨拿起手中的剑 嘴里喃喃自语道 我等的 就是他唤醒的这一刻 从没见过 如此狠心的女人 这个男人为了守护他 被打得遍体鳞伤 可女人 却因为男人没有顺从他的心意 对他拳打脚踢 甚至为了解气 不惜杀了他 一会儿的功夫 阿乐 就已经唤醒了狼族血脉 此时 台下的林林山更加得意 张若晨 你我青梅竹马 如果不是你羞辱我在前 我也不会痛下杀手 怪只怪你太过鲁莽 站台上的阿乐 拿起剑以极快的速度 向张若晨冲了过来 眼瞅着就要击中 忽然 张若晨的一招 天心剑中 将极快的利剑阻挡在了外面 只听轰的一声 天心剑中竟然被阿乐破开 阿乐的嘴角露出阴险一笑 顿破了 看你还往哪里躲 张若晨冷冷地回道 要是我根本就没想躲呢 张若晨看着时机 一把抓住阿乐拿进的胳膊 一用力就将阿乐手中的剑 和人一起甩了出去 此时的林林山激动地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真该死 没想到这个阿乐 居然也是的废物 在看台上 原本站得笔直的阿乐 十分不甘地倒在地上 盯着张若晨 你为何不杀我 张若晨盯了他一眼回道 我从不杀人 除非遇到该杀之人 阿乐紧咬着牙齿 我欠你一条命 今后一定会还 紧接着天空传来一声雷鸣 随后便狂风大作 下起了瓢泼大雨 雷雨中林林山愤怒地吩咐奴奴仆 给我打断他的双腿 真是气死本小姐了 居然如此没用 连一个张若晨都剩不了 本小姐真不该收留你这个没用的奴隶 真是越想越起 给我杀了他 林家的四个身强力壮的护卫 得到林林山的指示 脸上带着凝笑 不断将铁棍挥下去 劈在阿乐的身上 看到阿乐不动啊 护卫以为他被打死了就离开了 这一幕刚好被九郡主和张若晨看到 二人来到阿乐的身旁 他身受重伤手脚阶段肯定就不活了 他的主人都不管他 我们何必要管 我们若是不管他就真死定了 派两个人将他送回王宫 能不能活就看他的意志了 随后张若晨和九郡主向着丹石的方向驶去 黑暗中一道人影快速地闪过 此人正是王后娘娘派来的刺客韩青罗 九王子的车架 这回肯定不会错 只见他双腿一蹬 立即腾飞而起向着骨车追了上去 随后凌空一跃 一剑向着那辆骨车劈了下去 注意看 这个身着夜行衣的女人 就是王后娘娘派来的刺客韩青罗 只见他双腿一蹬 立即腾飞而起 向着骨车追了上去 随后凌空一跃 一剑向着那辆骨车劈了下去 只听啪的一声 骨车被劈成两半 向着左右两边飞了出去 可骨车中却空空如也 并没有看见九王子的尸体 韩青罗落到地上 露出疑惑的神色 真是无语了 又让着该死的九王子逃了 就在韩青罗正在疑惑的时候 张若晨从雨中走了出来 边走边说着 能让玄极静的杀手亲自出手 还真是我的荣幸 九郡主上前开口问道 莫要慌张 我们对杀你没有兴趣 我们只想知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幕后的主使者又是谁 韩青罗一阵暗响 两个黄极静的孩子 居然把杀我说得如此轻松 真是大言不惭 韩青罗没有任何话语 手中的软剑抖得笔直 直接出手 剑体在雨幕中一拍 寒气从剑体中传出 向着九郡主而去 张若晨大喊 九姐小心 九郡主将雨伞 挡在身前 挡住了韩青罗的一击 你还真是小瞧我黄极静无准啊 以为我连这点伎俩都挡不住吗 韩青罗冷冷一笑 你这种层次 还不值得我认真 话音刚落 原本站在街道中央的韩青罗 突然消失不见 犹如鬼魅一样 出现在张若晨的身前 一剑刺出 张若晨立即抬起手臂 想用两根手指将剑尖夹住 韩青罗冷笑一声 你以为我是柳成峰吗 随后 青色软剑就像灵蛇一样 急速转动 向着张若晨的手臂缠绕过去 若是被软剑缠住手臂 韩青罗只需要猛然收剑 张若晨的整只手 肯定会被废掉 只见韩青罗一用力 就将张若晨摔在了地上 看到张若晨倒地 韩青罗马上随即释放出暗器 向着张若晨而去 九郡主见状 也想上前阻拦 奈何自己离得太远 根本无法挡住韩青罗 眼瞅着暗器 就到了张若晨的眼前 注意看 这个女人实在太卑鄙了 打不过就用暗器伤人 眼瞅着暗器 就到了张若晨的眼前 张若晨突然灵机一动 两根手指同时 点在了韩青罗藏有暗器的手指上 真气从指尖吐出 韩青罗顿时失去力量 哐当一声 倒在了地上 行刺失败 张若晨边走边说着 下次再刺杀我 一定派得强一点的 你这层次当陪练都不够 随后一脚将韩青罗踹飞 又一把抓住 韩青罗的仙仙欲角 玄机竟也不过如此吗 说完一把将韩青罗扔到地上 张若晨缓缓地走向韩青罗 口中说道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到底是谁要杀我 谁料韩青罗突然临死反扑 从脚尖将暗器弹出 向着张若晨挥去 韩青罗也清楚地明白 这根本伤不到张若晨 既然刺杀已经失败 还是先跑再说吧 韩青罗脚尖点在地上 立即飞升而起 向着雨中逃去 九王子的战斗力 堪比玄机竟中期 我必须逃出去禀报王后娘娘 与此同时 她立即将真气注入血液 体内的血液瞬间沸腾了起来 速度也在瞬间提升 张若晨提着闪魂剑 急速地追了上来 三十六条经脉同时运转 是张若晨的速度 比韩青罗还要快几分 韩青罗疑惑地暗响 她才黄极静 大圆满地修为 速度怎么会如此之快 韩青罗看到越追越近的张若晨 心中也暗暗着急 从手中摸出九根纤细的金针 九根金针向着追在后面的张若晨 打了过去 一番打斗过后 韩青罗还是甘拜下风 张若晨停下脚步 从时空金石的那空间之中 摸出一把银币 你有暗器 我也有 随后将真气注入银币 猛然洒出 只听哗啦啦的一声 银币犹如一片银语 向着前方的韩青罗飞去 韩青罗来不及躲闪 两枚银币打在韩青罗的腰间 撞破衣衫 在韩青罗的腰上 留下两个血窟窿 只见韩青罗从半空跌落 重重摔落在地上 张若晨也飞身落下 小心翼翼地向着他走过去 我倒要看看他的真面目 就在张若晨刚刚伸出手时 韩青罗的双眼突然睁开 以手未刀 向着张若晨的眼睛抓去 王宫里的女人到底有多狠 派出皇宫去刺杀的侍女 如果被人抓到把柄 无论是不是弟子都要马上杀掉 就在张若晨刚刚伸出手时 韩青罗的双眼突然睁开 以手为刀 向着张若晨的眼睛抓去 张若晨似乎早有预料 只听啪的一声 将韩青罗甩飞了出去 张若晨沉声问道 到底是谁指使你来杀我 我既然来刺杀你 就不会让你抓到把柄 今天你没死 总有人会来杀死你 还没等张若晨揭开他的面纱 他的脸部便融化成了一团黑色的毒血 就连身上的身体都腐蚀殆尽 什么都没有留下 九郡主从后面追了上来 问道 女刺客呢 张若晨指着地上的那团黑色的毒血说道 他的嘴里藏着毒丸 一旦任务失败 便会咬碎毒丸毁尸灭迹 到底是谁能够训练出如此忠心的杀手 九郡主回道 好奇也得有线索才能抓出他的主子 现在他人间蒸发了 你还有什么办法呀 张若晨冷冷一笑 我有一侧也许可行 不过为了引蛇出洞 找出幕后主使 还得麻烦九姐陪我演一出戏 九郡主虽然不懂张若晨的意思 不过还是打算配合张若晨 一个时辰之后 王后的寝宫 一位穿着宫装的侍女跪在地上 有些惊慌地说道 王后娘娘大事不好 韩清罗行刺失败了 王后的面色微微一遍问道 那韩清罗呢 九郡主说韩清罗行刺失败 被抓住压去天牢了 九王子重伤昏迷前 还看到了韩清罗的真面目 听到这话王后的额头冷汗直流 天牢 大王知道 韩清罗是我的贴身侍女 如果他去天牢认出了她 那后果不堪设想 随后吩咐大弟子赵灵 本后要你不惜一切代价 敢在大王之前闯进天牢救出清罗 实在不行 就杀了她毁尸灭迹 赵灵略微思索了片刻说道 九王子见过清罗的真面目 肯定知道 她是娘娘身边的侍女 若是等她醒来恐怕麻烦就大了 王后冷哼一声 本后会派你的两位师妹 赶过去将她除掉 让她永远也醒不来 与本后作对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随后又起身对赵灵说道 你们四个是我的心腹 只要有你们在 便无人能撼动我在朝中的地位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当天 凌晨玉和凌凌山就被王后娘娘 召进王宫 共伤对策 就在这时 侍女前来禀告 娘娘 三大弟子遭到禁军围攻 全都服毒自尽了 一夜之间 四大弟子全部死亡 得知到这个消息 王后恶狠狠地说道 好你个张若晨 我真是太小瞧你了 看到王后如此愤怒 凌晨玉说道 王后娘娘 其实要杀九王子 根本就不需要主人亲自赶回来 不如去请黑师的杀手杀了 九王子 保证 没人能追查到我们 王后娘娘一听 不错 是个好主意 那就交给你去办 事成之后 少不了你们凌家的好处 凌晨玉献媚地笑道 这种小事 娘娘本就不该劳审 奴才保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取下九王子的相上人头 第二天 九郡主来到玉树宫 跟张若晨说道 那几位死士都服毒自杀了 没留下任何线索 九弟 这可怎么办 去劫狱的那个死士 已有地即进修为 看来 他的主人 必定是相当可怕的存在 之前 我就猜测 主使是宫中之人 今早得知王后 身边四位侍女 皆因犯错被他赐死 怎么会这么巧呢 这四位侍女 应当就是四位女刺客 几次三番想杀我的人 必定就是王后 对了 九弟 昨天送回来的那个夺命剑客 已经醒了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他 张若晨笑道 真的吗 那我们去看一看他 来到院中 云儿对着张若晨说道 殿下 阿勒的伤势已经痊愈 断掉的筋骨也都已结好 可是他却整天失魂落魄 不言不语 像傻了一样 张若晨捂着额头说道 心病难医啊 能不能走出困境 只能看他自己的意志 随后走到阿勒的身边 看到阿勒 无精打采的 一边发呆 一边画着凌鸣衫 张若晨 开口说道 筋脉断了 难道人也废了吗 为了个女人 变成这样 看来我以前高估你了 他没有把你当人 你却把他当神 简直连废物都不如 听到这话 阿勒似乎又重新燃起了斗志 愤怒地说道 若不是欠你两条命 我现在就杀了你 看到阿勒这样 张若晨开口笑道 哈哈 就凭你这废物样子 再修炼十年 也不是我的对手 听到这话 阿勒再也忍不住了 拿起剑就向张若晨冲了过来 经过一番打斗 阿勒终于败下阵来 张若晨一副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怎么 还想继续做废人吗 阿勒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是一个剑客 不是废人 我想通了 今天谢谢你 看到阿勒恢复了意志 张若晨开口说道 我这里有卷功法 反倒是经脉进断之人才能修炼 你若是毅力够强 或许能将 这奇特功法修炼成功 阿勒一听感动极了 我愿意 奔弓 受阿勒一拜 阿勒算是切恩公三条性命 今后 恩公若有用到我的地方 刀伤活还也在所不辞 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强 区区黄极境大圆满 竟敢公然挑战 玄极境中期的舞者 此时 皇宫中的王族练舞场 张若晨 以前从未来过练舞场 今天是被九郡主声拉硬拽 拖来练舞场的 看到台上练舞的舞者 张若晨不由地感叹 云武郡国 虽是边陲小国 皇族中 却也是人才济济 一旁的九郡主笑道 没想到盖世奇才的 九王子 竟会为这种小场面惊讶 我虽是王子 却并没有见过很多世面 倒是久见你见多识广吧 这么多修炼服 却偏偏挑中了 与刺客同款 你不觉得这件衣服 又实用又撒吗 看到张若晨 阎舞场下的六王子 议论纷纷 听说九弟在擂台 连胜十位黄榜舞者 现在是黄榜第一人 一旁的舞王子也跟着附和 不知道 以九弟的实力 与玄机进舞者比起来 谁会更强 不知九弟 能不能让我们开开眼 九郡主有些不悦地 挡在张若晨身前 三哥 你已是玄机进中期 九弟才达到 黄机进大圆满 这样的比试 是否有些不公 三王子冷哼一声 九妹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九弟败给自己的兄长 难道不也算是一种历练吗 话音刚落 突然传来一阵声音 三王子殿下 说得好 转头望去 又是凌晨玉和凌宁山 这对冤种兄妹 还真是让人讨厌 九郡主问道 你们怎么进来的 这里可是皇室练武场 凌晨玉一脸得意地说道 奉王后娘娘之命 今后我和凌山 也可以到王族练武场 修炼武技 顺便与各位王子郡主 殿下切磋 九郡主看到凌凌山笑道 只怕有些人 骑上了枝头 也变不成凤凰啊 凌山妹妹你觉得呢 听到这话凌凌山心里 一阵暗想 我虽不能现在反驳你 但这该死的张玉希 屡次羞辱我 一定要找个机会 好好修理修理她 张若晨觉得此刻 我也不是个办法 算了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那我就与三哥切磋一下吧 见张若晨同意了下来 凌凌山的嘴角 露出一丝 阴谋得逞的笑意 他也觉得九王子 实在太锋芒毕露 借助王子的手挫一挫 他的锐气 又何尝不是一件 好玩的事呢 随后 二人来到演武场 三王子施展出来的是 人极中品的军中武技 蛮牛战拳 张若晨 虽然只是黄极静大圆满的境界 可是力量却远超同境界舞者 难道你想靠力量碾压我吗 随即 张若晨打出一掌 与三王子打出的蛮牛战拳 碰撞在一起 只听轰的一声 一击交手 平分秋色 速度很快 但是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跟我抗衡吗 你觉得 我是在跟你抗衡吗 那就看你能不能击中我 此时的张若晨 到底有多强 黄极静的张若晨 和玄极静中期的三王子比试 仅仅用了一掌 就将三王子打翻在地 麻烦三哥让我见识一下绝对的力量 九弟 我的蛮牛战拳修炼到了第九层 八十一牛的力量 你接得住吗 话音刚落 就释放出蛮牛战拳第九层 只听轰的一声 张若晨被震得飞了出去 随即又是一个老拳向张若晨攻来 一阵浓烟过后 三王子走上前 却不见张若晨的身影 正当三王子得意之时 张若晨从背后 一记龙象般若掌 正在急速地攻向三王子 三王子健壮 立马释放出蛮牛战拳 双方掌力碰撞的瞬间地动山摇 只听轰的一声 浓烟过后 三王子倒在了地上 这就是旋即进中期舞者的实力吗 这一下 彻底激怒了三王子 他大声吼着 这才刚刚开始 随即三王子眉心的神武印记 亮了起来 真气注入血液 一片淡红色的血气 从体内飘散出来 血气如红 看到如此恐怖的气息 张若晨没有丝毫恐惧 反而心里一阵暗响 旋即进中期 真是难得的极品陪练 这种机会 我定要好好把握 一旁的六王子和五王子也笑道 哈哈 三哥怒了 看来九弟要遭殃了 九郡主也在一旁暗响 冬环颜色很淡 看来他刚达到旋即进中期 九弟应该能应付 只见三王子的力量突然暴增了 一大截 竟然爆发出蛮牛战拳 十层的威力 每一拳都是一百牛的力量 轰的一声 三王子又将张若晨阵飞了出去 这就是黄榜第一的武学奇才的实力吗 也不过如此 三王子发出一声狂笑 双腿一蹬 犹如一头蛮牛 又向着张若晨攻了上去 一连打出十八拳 张若晨每接他一拳 就会后退一步 三王子一连向张若晨打出十八拳 张若晨每接他一拳 就会后退一步 旋即进中期的舞者 果然不容小觑 张若晨可是我们的男主 若是换作别的任何一个舞者 三王子只需要一拳下去 就能将他打死 只见三王子每打出一拳 张若晨就会通过身体的骨骼和经脉 将部分全力传到地上 所以就算三王子能够爆发出一百牛的力量 也根本无法击伤张若晨 一阵浓烟过后 张若晨又出现在了三王子的身后 三王子丝毫没有察觉 随即张若晨一掌打在了三王子的后背 就当三王子回头之时 张若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快速地打在三王子的胸口上 可三王子除了吐出一口老痰 丝毫没受影响 没有浓烟的遮挡 你还打算躲去哪里 话音刚落 三王子以极快的速度冲上去就是一拳 这一拳重重地将张若晨打翻在地 林明山在一旁笑道 三王子虽然只是一个草包 可是修为还是很强 看来张若晨是要败了 林晨玉摇了摇头 是这截然不同的看法 张若晨的修为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大得多 三王子奈何不了他 林明山有些不解 怎么可能 张若晨明明被打得只能后退 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林晨玉伸出一根食指 向着地面一指 你看他踩过的地面 他把力量都卸到了地下 看似狼狈 实则毫发无伤 这种对力量的精妙掌控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还得谢谢三王子这个蠢货 帮我们试探出张若晨的实力 看来去黑市 请杀手的酬劳要翻一倍才行 一旁的九郡主十分担心张若晨 九弟 你的修为不如他 不要和他拼蛮力 接见九郡主将手中的剑 向张若晨抛了过去 张若晨本来还想继续和三王子交手 以此来锤炼掌法 既然九郡主将剑抛过来 他自然也就将剑接住 既然如此 那就提前结束吧 张若晨手握剑柄 拖出一片绚烂的剑光 在空气中滑出一道美丽的弧度 天心直路 三王子也不甘示弱 挥舞着拳头也冲了过来 再怎么强 你也是个皇级进武者 怎么可能赢我 张若晨手握剑柄 拖出一片绚烂的剑光 在空气中滑出一道美丽的弧度 天心直路 三王子也不甘示弱 挥舞着拳头也冲了过来 再怎么强 你也是个皇级进武者 怎么可能赢我 双方实力碰撞到一起 释放出强大的威力 只听轰的一声 浓烟散去 三王子昏迷地倒在了地上 五场中 所有人全部愣住 震惊得无以复加 明明一直都是三王子占据上风 将九王子打得不断后退 为何他突然一下就败了 观战的小郡主一脸崇拜的样子说道 九哥肯定一直让着三哥 要不然以九哥的实力 早就将三哥击败了 听到众人的议论声 三王子更加羞怒 我不服 九弟 我们再战一场 你不用再比了 谁输谁赢真的那么重要吗 天下哪里有稳赢的战斗 多谢九姐的剑 九郡主勾起张若晨边走边说的 九弟 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你能稳赢三哥 害我白担心这么久 林明珊见到张若晨和九郡主亲密的样子 心中十分不悦 抱着心挥骨剑走了过去 九郡主 明珊听闻你 达到了剑随行走的境界 一时 既样 也想要与九郡主切磋一下剑技 不知九郡主一下如何 九郡主看了林明珊一眼 生出一股战意 好啊 本郡主早就想要与你再战一次 既然来到王族五场 那我们现在就比个高低 九郡主主动攻击 刚一出剑 便是卷起一大片剑浪 一波接着一波 向着林明珊席卷过去 林明珊只是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眼神中露出一丝轻面 九郡主的剑法 比岁末考核时精进了不少 可惜还远远不够 随即一剑刺出 一股强大的寒冰剑气 从剑风上散发开来 将九郡主释出来的剑气 全部破去 林明珊轻贺一声 撒手 一剑拍在九郡主的手腕上 九郡主的五指 瞬间失去力气 手中的剑也抛飞了出去 看着九郡主的样子 林明珊得意地说道 跟上次一样 还是我赢了 九郡主被称为天之娇女 怎么连剑都拿不稳 看来我们之间的 差距真是越来越大 九郡主的脸色胀红 有些无地自容 林明珊你存心 要羞辱本郡主吗 这个女人到底有多凡人 整整比九郡主高出一个等级 赢得了对决 还趾高气扬地 羞辱了一顿九郡主 九郡主的脸色胀红 有些无地自容 林明珊你存心 要羞辱本郡主吗 林明珊笑道 不敢 林明珊不敢羞辱郡主殿下 只是没有想到郡主殿下的 剑法会那么差劲罢了 听到这话 九郡主气得要死 但又无可奈何 心中十分憋屈 气恼得 眼睛都有些发红 张若晨将吊在地上的剑 捡了起来 走到九郡主的身边 林明珊 你的修为 比九姐高出一个境界 赢了就能证明你 比她优秀吗 实在是太幼稚了 听到这话 林明珊的眼神一沉 你敢说我幼稚 本小姐就是一剑击败了九郡主 以九郡主的实力 本来就不配与我齐名 张若晨盯着林明珊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一个月之后再战一次 若是一个月之后 你还能击败九姐 我就为先前的话 向你道歉 听到张若晨的话 九郡主猛然抬头 对着张若晨摇了摇头 万一我又输了怎么办 难道真的要因为我 向那个小原种低头认错吗 可林明珊丝毫没顾及 九郡主的话回道 张若晨 记住你的话 本小姐可是很期待一位 天才和我低头认错 若是你败了 就必须当着所有人的面 向九姐道歉 我答应你 可心里却暗想着 道歉 你想得太美了 将你踩在地上羞辱 简直比杀了你还让我兴奋 随后 林明珊和林晨玉便离开了王族五场 林晨玉边走边说道 张若晨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 既然他敢放话 肯定有一定的把握 林珊 最好还是小心一点 你还是努力修炼吧 争取早日达到黄极境大圆满 以你的天赋 玄极境后考入云台总府不是难事 九郡主不过是你的垫脚石 至于张若晨嘛 他敢和王后娘娘作对 注定活不长久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九郡主激动地亲了张若晨一口 听说林明珊服用了什么密钥 修为突飞猛进 一个月后 只会更加可怕 我几乎不可能赢他 张若晨笑着摇了摇头 九姐 你还信不过我吗 你忘了 我可是在半年之内就修炼到了黄极境大圆满 对啊 九弟你到底得到什么奇遇 九郡主刚刚问完这话 就微微有些后悔 觉得太貌似 于是又说道 还是不要说了 毕竟那是你的秘密 无妨 若是九姐愿意替我保守秘密 我可以传给九姐一种鬼迹下品的功法 九郡主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鬼迹下品 九弟 你哪里来得如此逆天秘籍 就算是云台宗服的 也只是鬼迹下品 我要传给你的功法名叫 天和玉京一共分为七重 你若是修炼成第一重 就能达到黄极境大圆满 几个时辰后 张若晨便将天和玉京详细地默写下来 交给了九郡主 九姐 鬼迹下品的功法非同小可 千万不要泄露出去 最好是什么人都不要告诉 你当你解释白痴吗 鬼迹下品的功法 可遇不可求 我肯定不会告诉任何人 就算是娘亲和父王问起 我也不会吐露半个字 话音刚落 九郡主便走到登台的位置 将手中的天和玉京的手稿 全部烧成灰烬 现在你可以将之前修炼的功法 转化为天和玉京 一旦转化成功 体内真气质量必定大涨 可以借此突破到大极位 九弟 你连天和玉京这样的无价之宝 都传给了姐姐 你说 姐姐该怎么谢你呢 九郡主微微抬起头 楚楚动人地亲了张若晨一口 你若不是我的弟弟 我肯定以身相许了 哼 不逗你了 我回去修炼 一个月之后绝对会战胜林宁山 不白白浪费九弟一片苦心 我要让林宁山后悔 错过了你这么个天纵奇才